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各位网友好 这次如约而来 昨天到今天 看到了热心网友的也是高人 给予热心的评论 评论意见让我们看了很受鼓舞 大家提的意见 我们肯定是立刻就改进 立刻就听从 立刻就改进 再次先对大家 这些朋友 表示真诚的感激 也有一些网友看来是提了不同的意见 有一些看法 关于这个呢 我们也是肯定是虚心的考虑 关于有的朋友说 是我们虚构了一个大开元宗 这个神秘的 所谓的神秘组织 然后是给 对佛门啊 就是起码是不敬吧 不好 对佛教的侮辱吧 这个我们对这个朋友的 如果您是一个佛教徒的话 虔诚的佛教徒的话 我们真是对你表示尊敬啊 就是发现一点对 有可能对佛教的清誉啊 造成损伤的危害的 就 意思就这个出面维护啊 这也是值得敬佩的 还有一些呢 意见呢 也看着也是很深刻啊 说是跟 呃 法轮功 百分之二十 给了个二十八开 哈哈哈哈 二十八开说法轮功 跟法轮功有一套啊 呃 这个呢 呃 是 这个 这个 因为啊 对对法轮功的这个印象啊 也就是确实有一些 对法轮功印象 因为很不好啊 法轮功 确实有些本身啊 有一些有他的 有历史 因为历史渊源造成的 我倒 在这点倒不是想说 法轮功真的有多么不好 或者他们有多么这个 不堪的居心啊 包括李洪志的 李洪志同志 呃 呃 其实说句实话呀 我这倒还 但是我还不需要客气啊 就是 李洪志呢 他的太师父啊 呃 可能离我还差那么几倍啊 李洪志 也算是从我这门里 这个学了一点东西走了 呃 这个 然后 呃 算是小有所成啊 一开始 呃 这个 呃 这个 在那个气功啊 特异功能啊 所谓的这个 宗教的 纲杆开放之初啊 就是这种 混乱时代啊 大家在懵懂中啊 出于对健身啊 出于对这种 呃 经过多年封锁以后啊 文革洗脑以后啊 出来冒出了点真真善 真善美的东西 呃 大家就是去 出于天然的 对这些东西的追求 呃 当时出现这样的气功热啊 或特异功能热啊 就 当然就夹杂了宗教 呃 在这一点呢 我就先 因为涉及到 待会儿我们要表达那个主题啊 就是回应有些同志呢 有些有些朋友啊 想让他提供更多的这个证据啊 啊 就我们就 今天就先说这关于 呃 那这个特异的 这个问题呢 其实关于法轮功的关系啊 这个特异的我们得要做一些解释 呃 就是呃 那个年代确实有很多气功师啊 大家也看到后来 呃 李洪志呢是被打击了啊 就关于法轮功这个 因为他围攻中南海啊 这个 以这个 以老江的那种 那点 那点这个 品性啊 和这个这个制谋啊 他肯定是就 就就就就用他最基本的方式啊 有啥用啥呢 有政法机构啥 我都全用上啊 就是一门心思的扑灭 呃 这个这个这个 从某种意义上讲啊 就是江同志啊 实际上是法轮功今天这个声势的 呃 是一个成就者啊 他是确实起到了成就的 成就了法轮功今天的这个影响力的这个 呃 这个作用啊 这个呃 法轮功呢 还真是从某种讲的那样 还得感谢老江 呃 但另一点大家看到没有 就是说 同时期呢 有很多气功师啊 就当时呃 像张鸿宝啊 后来也是 也是搞出很大的动静啊 像延新啊 什么还有什么 很多东西就是 有的气功师逐渐的就是你没有 他没有跟政府对抗 或者也没有走 他自然就消失了啊 因为修行啊 就当时在那个年代大家 基本上对对对修行啊 修修道啊 和健身啊 基本上是呃 是盲人不知的 就是有的懵懂 还就是那个懵懂啊 有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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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小青春啊 啊就是没搞明白 哎 都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啊 当时呢 就是那个气功师呢 和就是 其实我们讲一下 就是也是说 呃 是是宗教的一部分 这一宗教的部分啊 就他的道家呀 内家功夫啊 或者太极啊 这个这个渊源呀 起自于这个呃 道门啊 或者内家呀 这个这个没有问题 确实起自于跟宗教 是跟宗教是有关的啊 就所以他呃 当然有些呢 确实当时是给信众啊 啊就是提供了很多呃 呃 承诺啊 关于呃成功啊 修得神通啊 包括什么这个那个的啊 就很多其实咱们是知道的啊 就这个 这个是不确实有点不现实啊 就是那个什么啊 修着修炼的飘起来了啊 啊怎么还有的严重的 还有的说到这天上能飞呀 啊还有的那个 关于有具体的治病的问题上呢 啊这个就更是人者见人智者见智啊 就是有医学上很个很著名的实验啊 就是安慰剂实验啊 就是用蒸馏水啊 换掉了一些啊 像退烧药啊 止疼药啊 这些东西的啊 因为这些都是都是 及时塑效的药嘛 啊就是他的呃 就很简单啊 就就你不告诉他这是蒸馏水啊 就是你告诉这是消炎药啊 这么这是这是止疼药 这些东西的 几乎就一半嘛 百分之四 这是科学院史上证证明的 几乎就是一半的人是管用的啊 就是他啊 你打蒸馏水他也跟也 他也能退烧啊 也能止疼啊 这个就是涉及到 这是这是 这人本身就是这样的啊 心理暗示啊 很多确实 人因为自己确实有操控机制 人其实 你像这个印度的瑜伽树啊 或者这个 他就是人 基本上的人是可以 控制自己的呼吸啊 控制意念啊 控制人体的新生代谢啊 甚至控制新的这个 叫做控制心跳啊 这个都不是多么复杂的事 这个也不涉及 其实讲的也不涉及 多么高深的这个 什么独门功夫啊 就是什么真传假传的问题啊 你这练过瑜伽的 或者对于练度瑜伽呀 或者啊 对一些 咱们先离开中国嘛 就是其他的国家的这些 就是奇形怪盗的这种修行的方式啊 这个动作呀干嘛的 你怎么管他都管用啊 就是就是 就是在这个像什么 像这个 赵明山啊 也跟范伟啊 搞那个卖拐啊 就是这关系人的病的问题啊 你跺跺脚啊 有麻不麻呀 一麻你快拐了 你是啊 你跺谁跺脚不麻呀 你保持一个姿势 肯定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感觉啊 啊 且不说心理作用啊 就是这个 你健身啊 你跑步啊 慢走啊 你干什么他都管用 没有说不管用的 这跟什么功没关系 所以从这一点上 也别说法轮功 什么什么邪教啊 什么的啊 如果要说到邪教的这种 法轮功还是真是 咱们怎么讲是这个 共产党的老共 其实冤屈了这个法轮功啊 这个他真是 够不是邪教啊 这点他们说 他有他正宗的起源 只是 就是 共产党需要了嘛 就把它包装成邪教了 理想论邪教的历史啊 他真是还是 甭说他了 还有说到这个 什么呢 这个 这个 像医官道啊 什么一类的 鸿门啊 这个天地会啊 我类似一个 历上造反的白脸教什么的 这些呢 也在历 真正在历史上啊 也都时间都不太久远的事儿 啊 就是在这点上 法轮功真是实在不算什么 这一点呢 呃 我对法轮功真是 本人讲是 没有任何反感啊 因为呃 当时 就是这个 经历的关系啊 因为我确实说实话 我父母呢 在呃 在在某个年某个阶段呢 也当时也是 法轮功的这个修炼者啊 啊 因为我我父亲呢 呃也是原来这个 也算是党的干部吧 啊 也算是这个摇臂杆的啊 就是搞搞搞这个 搞理论 搞理论研究的啊 呃 他也就是出于这种 但是我是 我他对自己父亲肯定是了解的 他确实是出于 呃 对对对这个健康啊 对这个 对这样的追求啊 因为人到中间啊 啊 肯定对身体觉得出问题了啊 老是觉得这方面呢 是一个是一个这个可信的路径 路径啊 当时他他他他 他倒是什么功都练啊 中功也练过 什么功都练过 呃 后来呢弄了很多书过来看 当时我也我也看了看 我说 我说我直觉啊 我这个东西也没有法兰功自己 哪个是什么什么独特的发明的东西啊 就很多很多理论啊 就是就是兼收并序啊 但但你不要说把这兼收并序就叫做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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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抄袭啊 什么拼凑 他这个历史上啊 就是道啊 法啊 各种技术 他就一个有一个通源汇流的关系啊 就是水流一样啊 呃 就是这个真不是什么 这很非常正常的一个情况 呃 但我母亲练法兰功呢 是因为她觉得法兰功很多理论对啊 说教育人啊 这只要 要做好事啊 是吧 你在工厂打工 你要你要准时啊 什么要要 不要不要不要摩阳功啊 或者这个是吧 人业病业也说的 是不要反反政府反什么的啊 这是法兰功早期的情况 但是呃 出于我们这个门里的经历呢 我当时我也就说 我说这个法兰功肯定会走向啊 与政府对抗的这个这个这条路啊 然后呢呃 其他的器梦式的呢 包括所谓的宗教 包括我们前几年有那个华藏门啊 呃 就是这个什么搞什么性命双修啊 被政府取递啊 判了无期嘛 教主呃 这为啥呢 就是这就涉及到一个 你不管你教器功也好 你告诉他修炼啊 能器兵延年啊 能得神通啊 什么能得福报 还是从宗教观点上 就是你认识师傅啊 你经过修行 也能得到这些东西啊 能避免一些灾祸 呃 其实怎么讲呢 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啊 这宗教到底是干嘛的啊 就是你练器功也好 搞搞什么东西这个 这个内功外功啊 啥功的 呃到底到底是干嘛的 其实宗教到最后啊 呃 这都会走向政治啊 为啥呢 因为宗教本质就是搞政治的啊 就是呃 为啥呢 咱们学最简单的一个 大家可以随便的可以想一想啊 你凡是有理智啊 就有有有些历史经验都知道 古来啊 就是从古到今啊 就是得到的高僧啊啊 啊就是这个 道士 道人啊 就修行者啊 那简直是 呃 灿若繁星啊 但是这些人有一个活下来的吗 有一个今天还活着的吗 是吧 啊 修行真的能够解决你一切问题吗 啊就所谓的得道 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吗 你一个也没看见啊 这到今天为止啊 就咱最简单说啊就密宗啊 说这个修修很多修密宗的啊怎么样 呃 达赖达厉害吧 啊 什么观世音 呃化身啊 是吧 呃 观世音菩萨化身啊 就是藏传密宗呢算是最高的吧 那达赖喇嘛同志 那自己也是也是膝盖痛啊 腿疼啊 我因为他记得他亲自自己说过吧 你说什么神通啊什么的 我自己腿疼 谁给我治啊 我还我还没治好呢 是吧 我该吃药吃药 该该该该用什么治疗方式啊 也治疗方式的啊 你怎么能和咱们怎么能相信啊 一些活佛啊 一些什么这个呢 所谓的高僧啊 什么大德啊 我还有给你啊 你入着他的门 给你摸摸顶啊 或者给你吹口气啊 发发功啊啥子 你就好了 啊 没有这么简单的事啊 就很简单的道理 那个古来高僧呢 那有名的多了去了 那尽管大多都是病死的啊 就是这个有各种原因死的 没有一个活下来的 没有一个得永生的 在这讲了 就所谓的得道得法呀 就是这个宗教修行的这个目标啊 我们也不按任何教啊 都是都说要得到真理啊 得道得法呀 到底那法和道到底是啥呀 这宗教追求的东西啊 是吧 这个小成佛 现在我们都不太 都不太这个合适 叫小成佛教了 叫上座部啊 但跟他原来的就有所区别的就是大成佛教啊 就大成教啊 就菩萨就菩萨道啊 他为什么要强调要就要要救人啊 要要就是咱们讲就舍己救人啊啊 割自己的肉 为为要让其他人啊 就懂于这个佛祖叫割肉四虎啊 割肉这个胃啊 为什么要要要有这样的设定呢 用这个最简说 耶稣不就是我那个那个饼啊 就是就是我的肉啊 是吧 那个葡萄酒就是我的血啊 啊表示这种彻底的这个牺牲自己来挽救大家 啊这一点上呢 啊也就是我们呃 今天可能要要特意的说一点 就是这个道和法 你没修到那个 你根本不知道 是吧 你都不知道那个真的法和真的什么 就古来呀 关于真法真道是什么东西 这个这种著作呀 汉油冲动 是吧 包罗万象啊 都跟每个人都立足告诉你法是什么 真的道是什么 你你明白了吗 有几个人明白了 有几个人明白了吗 是吧 那法是什么啊 话说回来 你都不知道那个真的法真的道是什么 你怎么是个标准 你知道自己得到真的道了呢 所以为什么就是佛教史上 现在禅宗就这么就继承下了 禅宗离佛教历史上这么多 这么多宗派 现在大部分都默默无闻了吗 就剩下禅宗啊 和密宗比较 比较什么了 因为禅宗和密宗 我们知道禅宗他是讲究他讲的师承的 禅宗和密宗是跟其他的什么那个佛教的宗派呢 他区别就是说他他对这两个宗派他一定是要有师父的啊 你看禅宗讲的叫传心印啊 就像你要你的这个物的结果呢 你要这个师父要要要认可啊 就这种是我们经常这种这个 经常这种这样的这样的这个记载啊 我们叫佛门公案 为什么叫公案的 跟审案子似的是吧 要破案的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那比方说这个洞山梁家 是不是这个也是高僧啊 别人问他说什么是佛法呀 洞山梁家 张嘴就张嘴就仨子 说麻三斤 那就是佛法 然后有人说这个 问这个这个赵州古佛啊 就是赵州从审禅师啊 说这个 什么是祖师西来义啊 那那那那那个 那总审从审禅师就说 亭前百数子啊 就是亭前百数子啊 就可以就这样说吧 那些说你不要以敬世人 就是你弄个景象 你启示我 你就直接说 什么是叫祖师西来义 咱们说是大摩祖师嘛 祖师西来义 他说我那好 那个我我不用 我不以敬世人 意思我就直接说 那就说那你告诉我 什么是祖师西来义 那从审禅师又来一句 亭前百数子 是吧 所以有人编了一句话吗 就是这个 佛本亭前百数子啊 东来只为麻三金 还有说那个有人问 从审禅师 那都是有名的 那唐朝是那个像河北地区 那个从审禅师那是 现在原来百林寺的住持啊 百林寺啊 那时候是河北地区呢 那个唐朝的皇室 燕王和赵王的老师啊 燕王赵王来了 那老和尚都都不带动动地的啊 就是该干嘛干嘛 都不大回事的啊 你想像那种那种那 那没有没有道哄嘛 是吧 那有人问这个从审禅师说 这个这个 什么是佛法呀 是吧 也有那句话 你什么是佛法呀 那那那那禅师说 你吃茶去 也是仨字吃茶去 就是佛法 另外一个人那一位呢 说什么是佛法呀 你也吃茶去 是吧 就那么几个字 就那么几句话 那就是佛法 是吧 所以 那这个跟你练功啊 跟你这个辛苦修行啊 这个有什么关系呢 是吧 为啥呢 那那那师父 那都是得道高僧啊 那高 那那那你起碼不能说 是忽悠你的吧 是吧 不负责 那那那忽悠你啊 是吧 瞎知你啊 问啥佛法什么麻三金啊 你们吃茶去吧 是吧 你可以以为的说啊 你等于那等于到咱们 咱们一般老百姓 喜欢说那句话 一般凉快去 是那个意思吗 啊 是吧 肯定不是 那这是真的道德在体 就这就是仨字 就这一句话 所以所以就说佛教史上呢 就说原来我们一般的佛教理解啊 就六祖慧能啊 是提倡这个顿悟啊 北宗呢 就是这个提倡见悟 为什么这个顿悟后来也占上风呢 见悟继续也存在的呢 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为什么要讲这个顿悟呢 顿悟什么意思啊 因为一般是把这个修法呀 修佛呀 修道啊 我在这说是所有的教啊 所有教啊 不仅只是佛教啊 不仅只是什么道教 大家包括一些 包括海地什么 什么叫什么呢 我们都没听过名的 叫什么 叫佛独教啊 那么这些还叫 非洲叫乌独教啊 这些所有的宗教 这历史历史历史历 世界包罗万象 他都有修的过程啊 有修的途径啊 有的借助一些工具啊 有的借助一些仪式啊 这个 我所谓说 叫叫叫叫叫叫 叫包罗万象嘛 就是有八万四千法门啊 每个门都能走啊 都能传都能通 也就是说 你都是 大家就把修佛呀 或者包括修行啊 当做一个这个 有两种观念啊 一种是当做一个很苦的过程啊 就需要长期的积累啊 长期的投入啊 包括你起码你得有时间吧 是吧 起码你得精力 你得吃饱了饭 是吧 安全的地儿 你才能修啊 或者即使你有所提倡苦修的 那也得有一个有一个 所谓法有一个长期的过程啊 但是为什么顿悟呢 就是顿悟什么顿悟呢 顿悟其实要解决的 不是说一定要说顿悟跟这个见悟对着干啊 你你你你们都是都是下下下笨功夫啊 我们就一句话就就我们就误了 我们就顿悟啊 我们的脑那那一拍脑的瓜子灵光四射 我们就悟到 我们就得到了 其实给大家讲不是这个意思啊 你因为 怎么讲呢 就是因为啊就是你要长这样 就是说如果提倡见悟了 提倡提倡 提倡这种一定的物质条件啊 提倡有一定的这个供养的条件 提倡这个那就那就 那其实跟你的出身就有关系了 就是你你可能不是那个人就算说白了 如果要那样的话 那等于就说皇帝 那最有最有资格成教 那最有资格成仙成成佛了吧 是不是啊 皇帝啥都没啥没有啊 是吧 你想明朝的皇帝 那可要二三十年 几十年不上朝的 啥事都不管的 那一门心思休啊 像家境皇帝 他怎么也也没得了道呢 是吧 但就意思就是说 那只有那样这样的话 如果要提倡这个那样提倡这个贱物 他必须要求的这个过程时间 投入精力的话 他等于只能富贵人 或者高等人才能修了 才能修佛了 才能修行啊 那我们普通老百姓整天忙的 为生斗小民 为一口吃的是吧 为上老老下老小 奔波正命的这些人 那我们与佛与道就无缘了吗 是不是肯定不是那么回事吧 所以顿悟讲的是什么 那一句可就是一句话 就是一句话 当然有前期的过程 他不依赖于你 你本事要专门自己修行啊 要很强大的物质供养 还要有名师啊 还要一定有很多师傅啊 像秘东讲的 多死灌顶啊 这怎么样怎么样 他就是你想六祖会能 那就砍柴子 像侨夫啊 不认得字啊 是吧 那怎么这五祖红人 就把这个法脉传给他了呢 是吧 传他了以后 谁都知道啊 那个那个道南法脉南传了呀 说到广州 是吧 当然有那著名的公案吗 是吧 广州那个举办法会啊 那和尚在这儿 一个个的在这争论啊 旗杆上这个 这个旗翻动了 旗动翻动了嘛 就争啊 有人说翻动啊 有人说不是翻动 是风动啊 会能说啥 不是翻动不是风动 是你的心在动啊 当时听的人 一下就愣了啊 就那这是得到的呀 当时主持的那和尚 就是哎呀 听说从六祖 在六祖六祖这个难度啊 到来南边是不是你啊 那时候就露脸了 就出来了 是吧 是吧 字都不认得砍柴的 是吧 那个是和那人一孝子啊 是吧 当然也得到别人的 别人的这个 很多人的这个帮助啊 就是 也就是说这个 这个法呀 道啊 其实啊我们是大道质简 如果要是说你见物的话 强调物质条件的话 和条件那个 那修行条件的话 那个就是 那就给予我们普通人无缘 与我们劳苦大众无缘 是吧 那是王的事 那是贵族的事 那是专门的僧女阶层的事 跟咱没关系了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今天也为什么 设计到我们待会说的主题关系习近平的宗教背景 宗教就是宗教 所以宗教到底干啥的 宗教就是度人的 就是度人 一个就是你 你可以修度自己 度自己啊 你说要误法误道 但说白了讲 你误的那个道是啥东西啊 你知道吗 道是啥呀 有统一标准吗 怎么叫误道了 不知道啊 就是你压根的 你追求一个 你不认得 没见过 不知道的东西 就是这个肯定 咱们又在啥 又在盲人骑瞎马 夜半临深渊了 就就在这个意思了啊 你不知道那个东西是福是祸呀 所以我们讲究顿悟啊 顿悟就涉及到 涉及到我们讲究人到底是什么 就人到底是啥 你能不能 这个 当然我们说佛嘛 佛佛的这个字的本意呢 就是叫什么 叫觉悟者啊 就觉者 这他不是神也不是仙啊 就是人 就觉悟了 开悟了 开悟了 开悟怎么样呢 佛祖按真实的佛祖的记载 佛祖怎么去世的呢 佛祖就是吃了一碗变质的肉菜啊 闹肚子 闹肚子去世了 佛祖也没有得大神通啊 也没有长寿不老啊 但佛祖为什么说他悟到了得到了呢 大家这么多年 是吧 千百年来 以佛祖 那就是佛祖啊 那都相当崇敬的心情啊 是吧 佛祖也没给咱们献下神通 也没说治了谁的病吧 是吧 那些东西都是传说呀 真实的历史是这样的样子吗 那不是啊 所以我们说顿悟呢 它是人平等的表现 就意味着就是任何人啊 不管你的这个出身 你的出身是什么 你有没有这个条件 有没有钱供养你啊 就做法师啊 干什么的 会有没有钱去请老师啊 是吧 那你就做什么 就咱们辛苦奔波正命的时候 有时候你这种机缘到了 你也可以悟到 也可以成佛 也可以成仙 也就在转瞬之间嘛 就是一念之间啊 那灵光灵光一闪 那就悟了 那这悟的是啥东西呢 啊 这就涉及到我们说 警门是干嘛的 有人有的同志啊 说哎呦 这个你是在给习近平洗白呀 是吧 在给他解决他的合理合法性的问题 那对不起这朋友 我真是声明一下 真没哪意思啊 习近平呢 在在在我这还没有 在我在在在在下的心目中啊 真是没有太高的地位啊 哎呃 我这人呢 就从生从生下来到现在啊 就是有点有点不开窍 在这一点上 就看谁都不高 哎 从来没有抬眼看过谁 哎 不管是教皇还是达赖 还是美国总统 还是什么中国主席 还是什么多么有钱的富翁 谁在这我谁在我这都找不到感觉 我拿谁都不唐克聪 是吧 啊 说紧难听的话 啊 我是在我这个岁数啊 这个经历呢 可能跟可能比比咱们大多数朋友呢 可能经历都更复杂一点 就是每个人的机缘确实不一样啊 我这个我是真是啥苦也吃过啥行业 我也干过 哎 是吧 高的我也见过 我也出出入这个什么国际领导啊 跟国际领导 咱们咱们也交往啊 啊 什么布局厅局一直到下边 泛夫走卒啊 是吧 罪犯啊什么的 流浪汉咱们都交往 啊 看谁也不低 看谁也不高 是吧 把眼睛放平了 把心也放平了 为啥呀 人真是没啥区别 是吧 智商呢 就是我们讲叫叫就一层纸的差别 顶多了 是吧 没丑那都是自己看 哎 你你觉得你长天仙似的 我看你简直臭大粪 是吧 哎 别人觉得他臭大粪 哪我看的挺挺 要不说嘛 因为可爱才美啊 不是因为美才可爱 说这话就是 有点有点 有的有的朋友觉得 有点 叫不开正经 不开正经板了是吧 其实就那么回事 人一人直接就那么回事 把心先把心放平了 我可没想跟任何人做背书 为什么 我的经历 我悟到的道啊 就是这个 也是 咱们在这点上这个不谦虚啊 因为也是 通门之中也是 通门的这个 通门的这个 通门的这个师父啊 这个这个 咱们叫做道友啊 也是也是印证我很多的 这个道是一样的啊 就是咱我咱悟到的道呢 就是人是啥 就是人 这个人是啥 这个 这个在这也是很大的问题 咱不说了 就只说人 跟于人之间啊 从哪从那 其实就没差别啊 就是它的本性上是没有差别的 就是说这个世界呢 人的世界啊 是也是自然世界 自然界的一部分啊 从某种角度上讲 那个动物看咱 或者那个石头看咱 也可能就是 咱们也是石头啊 咱们只是会会动的石头 是吧 那狗看咱也就是咱们觉得 就要长得 长得奇形怪状的狗啊 是吧 就要咱们看狗是觉得狗 你飞不出狗的美丑呢 那狗看咱可能也觉得 哎呦这个 这个狗可能长得好看 那狗长得不好看一点 没啥区别啊 就让佛祖讲话 都是虫子 有啥区别呢 就是平等 就是大乘佛教 我们就要是井门讲 就是 就是用这个是为什么 因为这个 这个世界啊 不是为某一个人 创造的 这是我悟到的道 这个大家做一个交流啊 就从这个角度做个交流 因为还有其他更复杂的东西 确实有 但简单总结来就是这样啊 因为我知道啊 从古到极这个世界 从开天辟地到现在 等到到将来即使有一天毁灭了 这个世界从来没有一天 是为了某一个人 或者某一个阶层的人 而存在的 你跟这个世界之间 那就是一个说明 就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谁都一样 谁都一样 说到这儿 咱说说这个圣经 为什么叫叫新约和旧约啊 旧约和新约啊 其实圣经啊 这个 稍微懂点宗教知识的都知道 这个伊斯兰教呢 跟基督教呢 跟犹太教呢 他都叫 都叫啥 都叫亚伯拉罕著宗教啊 都起源 其实就起源亚伯拉罕呢 因为亚伯拉罕给上帝应许他呀 是吧 他都是他们共同的这个遗传学上的血脉啊 这个这个圣经的内容呢 这圣经这个教义呢 更是基本上就是不差不差什么啊 所以他都是 就是就是叫同种同文啊 咱们中文讲叫同种同文 都你可以讲说 他都是中华民族啊 这个还真是那么回事啊 也就是说啊 这个 新约和旧约 把它分开为新约和旧约 犹太教不承认新约部分啊 因为这个是关于耶稣的定义的问题啊 也就是说这个约呢 第一次约啊 大家想想就读过圣经的 创世纪的 什么时候提到约了呢 就是 挪亚一家八口 带着这个地球上 其他的生物 每一种动物都有 从方舟上出来 出来以后呢 设了个坛 给上帝献祭啊 神呢 耶和华神啊 上帝啊 就高兴了 闻着那个香香味了 就高兴了 这时候大家立约了 这时候怎么说的呢 我让那云彩遮盖大地的时候呢 我让彩虹出现在云中 这是我们给你立 我给你们 这个传递啊 所有活物立约的记号 那个 彩虹出现在云中的时候 我必看见 我必纪念于你们的约啊 我再不用 再不用洪水啊 灾难毁灭你们 这个时候 大家想一想啊 你先别争 这个什么人跟人有啥差别了 你要知道 那个上帝立的越是啥越是地上所有的活物 这个活物包括包括植物啊 有些观点的讲 印度其他教 那种植物也是活物的 那植物却在生物学上 我们叫植物和动物 都是生物界嘛 那什么叫活物呢 不就是生物吗 是吧 你跟那个 门口人跟人 皮肤是什么的 这也差异了 什么基因差异了 你就是跟那个 跟其他动物有区别吗 在上帝眼里看来 是吧 你看那跟那植物有区别吗 跟那虫的鱼有区别吗 跟那微生物啊 都一样 上帝立的这个约 与所有人一视同仁啊 那彩虹出现在云中 谁看不见啊 凡有眼的那都看得见 没眼的是吧 那可能说白了讲 那动物比咱看的更清楚 那蜻蜓比咱看的不更清楚 那鹰眼比咱看的不更清楚 从这点讲说 别再有那边说什么 我我给这个做背书 给哪个哪个做背书 我什么法轮功了 我是什么这个什么了 这个呢 我是表示激烈的不认同啊 我的观点上讲 就是众生平等啊 就起源于 他就跟这个上帝 与我们立这个约有关 再回头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啊 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一只眼呢 这就是一只眼 上帝说云在云中啊 在云中彩虹出现在云中的时候 有的叫彩虹之约 为什么你的眼睛叫红膜呢 上帝为什么要强调我必看见呢 是吧 我必看见啊 看也用啥看啊 是吧 上帝看你看不见吗 咱们每个人这个地球上活物 谁看不见啊 那植物 那植物最看的 光合作用怎么哪来的呢 是吧 这啥意思啊 这就是眼 这就是井啊 这就是一个井啊 这个天地大井啊 为什么中国这一时候讲 这就是一个门啊 就是意味着 这是永约啊 上帝并且在第一次提到约的时候 提的是给所有活物力的约 并且是永约 这是永约的记号 就是个景 你有眼睛啊 你亲眼就行啊 你用眼睛 用你的天眼看 用第三只眼看 是吧 在后脑边再长一眼 也可以看见 就是这个标志 就是这个景 台上 这个弹嘛 挪亚弹了个弹 一家八口 四男四女 是吧 挪亚两口的 撒儿子 撒儿媳妇 就是 你可以啥意思啊 就是四面八方的意思嘛 阴阳相对四面八方啊 那气着个弹子 气着个弹 神弹啊 上帝的弹 给弹这个献祭啊 香烟了了上升 是吧 上帝闻见了 上帝就就定了这样一个记号 一个眼睛 大家都看见啊 彩虹 这啥意思呢 这个弹是啥呀 弹不是他刚才讲过吗 神弹嘛 上面一个眼睛啊 放出光芒来啊 大家都看得见啊 上帝看见 你也看得见 上帝天眼神 每个人就是 在这一点上 这个什么叫 我们给大家 为什么叫井门呢 这就是路径啊 井就是符号 这就是这个 这就是你看见的大自然 这个世界 依据最高的物理法则 在运行的 广道 宇宙啊 细道 什么量子 粒子 是吧 中间就是人啊 动各种活物 都是依据这个 依据道所生 道所灭 从这一点上讲 每一个人 只是那个粒子 轨道上的 你的这个生命 这一段啊 只是那个粒子 运行的一段的轨迹 等你生命 结束的时候 那个粒子 可能会转换 转换成其他的物质 也可能转换成其他的人啊 如果你灵魂不灭 是吧 那你可能又 获得新的身体 新的身体 这个都一样啊 这个这个没有偏差 上帝从来没有说 这个世界造给 给某一位人造的 上帝在伊甸园里啊 造了猿人的时候 干嘛 说管理天上的活物啊 天上的飞的鸟啊 地上走的兽啊 脚底下爬的虫啊 水里游的鱼啊 让你管理这些的 伊甸管理这些 这是你上帝赋予人的 赋予人的这个使命 但上帝说一句 说让你管人了吗 人也赋予你管 啥意思呢 是吧 一个当时你无人可管啊 再话说回来 是吧 你作为原人 你生的孩子 哪个不是你的孩子呀 谁是谁 哪个不是你的孩子啊 是吧 你孩子生的孩子 哪个不是你的孙子孙女啊 是吧 你孙子孙女生的孩子 哪个不是你的 重孙的重孙女啊 是吧 手劲手背都是肉 他们除了有个 出生次序不同 在某个时间标记点上 是吧 心情位置不同 其他有什么区别呀 是吧 那心情那就 就是循环转的 没有在每个每次 没有说在哪个点上 高在哪个点上低 很简单的道理 就我们讲 井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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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门是啥东西 井门就是自创世纪之初 我们人类得到文明 就受到启示 是吧 具备了人的属性 是吧 上帝让你管理这些东西 自然界 就是维持自然界的平衡 那个字叫啥 那个字叫义 义是啥 一般都知道啊 上边个羊啊 下边个我 我是本业 就一个人拿着一个 拿着个兵器啊 羊是什么 羊代表春节 代表弱小啊 你人拿着兵器干啥 保护他吗 把他顶到头上啊 是吧 保护弱者呀 这叫做意义啊 所以你不能 世强凌弱 拿着武器 是要你给你个 就像我们说 昨天说过那王了 是吧 父亲让他管管事吧 因为大家不可能 在一块念叨事 为他管点事吧 好 他家伙以后就成了他的 成他的这个特属了 专属了 是吧 把这符号 自己偷回家去了 我有武器就像中国共产党 今天做的 是不是吧 军费 围续费 好家伙 双头并举 一个比一个花的多 全世界都有国家一个军 我们中国养他们两个军队 这就啥 这叫不义 不义 就必须被灭 别有 在这个点上 在我在国内没出来之前 经常跟大家争论 就是 争论 我那经常我说的 我说我这个人 以救人为业 以骂人为生 救人 用自己这点本事 用自己这点心眼 就是那个 琢磨 苦的难的 是吧 这些承受 我们共产党暴政统治下的 这些罪恶的后果 这些人 生活得如此艰难 总要有人去帮他们 是吧 我这个人一辈子 不为名 不为利 不为自己 是吧 从我母亲去世以后 我从来没有为自己的 自己的境遇 掉过一滴眼泪 就想做我们别人 怎么能帮点忙 什么做一个人 这最基本的东西 是吧 同情之心 再是我 我还有一句话干什么 我还有个职业干什么 就以骂人为生 以骂人为生 为什么要骂人呢 因为骂人就是我的乐趣 说白假 你们大多数人 想给我骂 你们 郭德纲有一句话 我能把你骂话了 我 我 我比郭德纲厉害 放心 啥骂人话 咱都会 就什么 为什么 就那点乐趣 就骂人 就骂五毛 骂这些 骂这些 骂这些什么 想当人上人的这些人 这个点上 义字 就跟警 什么叫大义呢 还是义字 这个门干嘛用呢 干啥呢 为什么要我们创造 这种宗教 这种宗教干啥呢 宗教到最后 都是一个指示 就是说 尽可能多了 救人啊 你帮助别人 那就叫善了 这个点上没有差别的 这个没有什么争议的 都叫善呀 在恶的宗教 就SIS 他你说 能帮助人家干嘛的 是吧 他也是善 话说回来 SIS 这恐怖分子 比罐哪做得好啊 说那伊斯兰的 所谓的极端贩动 网哈比教派 什么这些人 他们也是说白了 也掌握一个公义啊 他不是说 见人就都杀 见人都杀 他们能活得了吗 他们在他本质范围之内 在他的地盘里 说伊斯兰教 最早的解决什么 解决一些 解决一个社会 社会福利的问题啊 再说了 这个宗教呢 你都救人 救人越多越好 但是一般就说 你帮个忙啊 你救人一命啊 胜道气急浮屠 最大的善是啥呀 就是义 义是啥呀 义是你要给大家 一个共同的社会制度 那个人不需要你救了 是吧 不需要谁救谁 不需要谁救谁 这个世界上 大家都是公平的 没有一个人 说白了讲 就是可以仗势欺人 你也甭 你也甭 拉着别人去 拉着第二个人 咱们欺负第三个人去 在这种情况下 没有人需要救 这个世界的技术 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世界足够生活的 这个世界足地球 足够我们生存 足够大家一起生存 是吧 你个体 保证个体的差异性的情况下 做到人人平等 没有被压迫的 那就不需要你去救 不需要你救 这就最大的善 实现这个最大的善的 最大的意义的 前提什么 前提就是公平的社会制度 就人人为王的社会制度 这我们就 为什么有今天这个苦难 今天最大的苦难 来最大的来源 就是有些人 出于各种原因 占有了 比其他人的 比其他有更多的 财富 更多的利益 然后具有了 欺负别人的能力 这个东西啊 不管是偷来的 继承来的 还是骗来的 是吧 还是共产党给的 不管你的这个能力大小 那你一定有毒有坏 你肯定使出来呀 其他人的苦难 就是这样造成的 等到有一天 这些炮灰们 那些人不是炮灰吗 是吧 局势转换 改天就跟共产党 今天干的事似的 就跟习近平干的事似的 是吧 150多万将军干掉了吗 是吧 大的上将都自杀了吗 是吧 毕的毕啊 亲生监狱关的 然后砸地了 你说这个 他们关的这个 中国现在的情况 不是很好的例子吗 谁是安全的 没有一个人是安全 为啥呢 因为作恶就人 作恶一定是渊源相报 永远永远没完没了 这我们今天他讲了 其实给大家讲到了 井的出处啊 就是从圣经解释的 井的出处 当然这时间 时间关系啊 我们现在从圣经的角度来讲 我今天一揽着说 这个 其他的挨个 给大家列举一下 那时间根本就不够用啊 你让我说十个小时 我不太喘气的 但你也没有十个小时去听啊 是吧 就是井的来源 就是跟他跟约定有关 跟原始的 原始的约定有关 就上帝 就是我们说是这个 这个最高的力量 最高的准则设定 跟所有的活物定的 就是他体现出一种平等 为什么要强调所有活物呢 说白了讲 第一个问题 就是把有些人 觉得自己比别人高的 这个 觉得比别人高 把这个念头打消了 上帝根本没有给你留任何机会 你再怎么解释 没用 那都是那点 那点可怜的 可怜的 可笑的那点私心 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平等是从这儿来的 这个平等 就意味着 上帝给所有人定的 这个永约 人类想生存下去 必须实现这个 就是世界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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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别的 没有第二个说法 这就是井门要实现的 话再说回来了 有人说啊 我虚构了一个 什么大开宗啊 虚构了一个井教啊 怎么侮辱了佛教了 什么的啊 这个给大家讲一讲啊 井呢 还简单说一下井教啊 你昨天说到井教了啊 井教按历史的记载呢 就是在唐武宗灭佛的那一年呢 因为确实有记载 他当时主要灭的是佛 佛教灭起源的就因为道教 当时道教呢 当时道教始终是 人家礼堂皇室的家教 人家家教呢 当时有 当时那个太宗的时候 都已经都说过嘛 就道教一般还是说 要优先于这个佛教 或者其他的这个宗教的 咱们说的叫道教是本土的嘛 是吧 稍微有有那么一点点 但是具体呢 其实没大没什么差别 佛教道教之间 几乎就是这个 互相斗争的过程嘛 因为涉及到利益问题 互相斗争的过程 但是到后来呢 就是有一年呢 就是那个道士呢 就说这个 皇帝呢 唐武宗呢 就是老师这个身体不好 做法事 好像修行也不太管用 就是因为佛教 这些这些外来 主要是佛教吧 他们这个 跟咱又不是一个门 不是一个法的 也不是一个祖先 他们妨碍了这个皇帝的修行 妨碍了皇帝的这个万金之体啊 就是那个在 当然在各种原因之下吧 其实这个背后 有更深的政治背景 我们今天就不说了啊 将来有一天 机缘和事 再告诉大家 这因为这 这其实就是一个阴谋 就一场苦肉计 但是表现为形式呢 就是灭佛啊 强令这个 把佛像砸毁 佛寺拆毁 或者让这个僧 僧尼还俗 没收寺院里的田产 但是从经济学 政治学院上讲呢 很多人认为 这是朝廷呢 就是财政困难了啊 就是因为眼红这个 寺庙里的这些财产 然后呢 用了这个方式 就跟今天共产党 干的拆迁 干的活气是完全一样啊 那时候他们真是 共产党有一个好老师啊 就是可以跟唐武宗 同志学一学 所以从这点 你也知道 老共也不是什么 什么事 他都有发明权的 那个时候就是啊 然后结果呢 警教呢 像仙教啊 就是拜火教啊 摩尼教啊 都受到了冲击 记载呢 就是说有两三千个 来自西域的啊 西域的 其实那时候就许利亚嘛 其实他人种上跟咱 差异确实挺大啊 就是那个皮肤白啊 高鼻子啊 那么深氧窝什么的啊 这些呢 就是勒令他们 回到他们的西域去 当时也没杀 杀这个外来教 就是到后来 更就杀那个摩尼教的 确实这个有杀过一部分 但对警教是没有杀 就是当时就有些 有些这个僧侣呢 就勒令回西域 但是西域的道路 当时发生战争啊 到了不太平 那些人其实也没走 去哪了呢 现在有更多的线索显示 这些人去了这个 蒙古部落啊 就是漠北啊 就是蒙古蒙古 今天蒙古啊 什么一些 一些那些地方啊 反而生根 在那儿生根发芽了 这是历史的记载 等到灭佛之后呢 几年呢 就是那个警教的 当时的总部啊 其实我不愿意 在这不愿意说警 因为当时他真是这个 他不叫警啊 他叫大秦教 大秦教那个总部 就在许利亚 他总部派人来 来唐朝啊 来找他的 他们的这个信众 找他们的一些教士 结果呢 他的特使来了以后呢 在中 在在大唐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三分地儿里 赚了多半年啊 然后写了个报告说 没有发现一个 大秦教徒 从此呢 就消失在历史上了 一直一直到后来啊 到到到元朝的时候 就是这是常规的历史上 是是这么显示的 说警教消失了 但是我跟大家举个例子 就是说 呃 我看过一个一个专家 忘了他是北清华 还是北大的了 关于宗教研究的 社会研究的一个专家 他有个PPT 提到中国的这个基督教史 提到基督教 必不可不可以是 免得要提到警教 他说警教 他用了一个很奇怪的用语啊 他说这个警教呢 呃 去哪了呢 就他这个最后的归宿问题啊 他就说 有迹象显示 呃 警教 隐匿啊 就是藏匿的一样 隐匿到河北南部的佛门 然后呢 与道教旅祖派关系密切 用了这么一个 呃 一个结论 呃 就是有迹象显示 呃 就是警教呢 并没有消失 他不是真的消失了 他只是 藏到隐藏 这用这个词啊 就是你 你可 你可知道 这人家好歹一教授吧 啊 也不是轻易的用这个词 就是用了一个隐匿藏匿 就跟罪犯藏匿一样啊 呃 引到藏到河北南 就济南啊 呃 我们原来讲过就形态的这一带啊 形态寒带这一带 藏到这的佛门 意思就是 披上佛门的外衣啊 就我跟大家讲 我大开元宗嘛 其实大开元宗的这个 背后的就是警教啊 就是警教呃 呃 披上佛教的外衣和和和其他宗教的外衣啊 隐藏下来了 这就是警教啊 就是这个 用这个 但是后来 但现在呢 我还真再也找不到这个PP了啊 就是后来再也查不到了 就我呃 在我的这个能力范围之内啊 我联系过 以前来一些做个交流的国内的研究 警教的这个 这些专家呀 我发现那些人好像都已经被晋升了啊 就是基本上就没有 再也没有结论 再也没有研究结果出来 都消声了啊 人可能还活着呢啊 但是可能也受到过警告了 这些呢 都可能都不让碰了 因为这 涉及到一些秘密啊 呃 最简单的说 你看那王岐山同志啊 叫王岐山啊 王岐山 王岐山 以前干嘛的呢 他下放陕西的时候啊 啊 人家好像据说是 讲了六年的大秦警教碑 哎 做讲解员 据说门大真真是这个门清 哎 就就好像近期啊 啊 说跟有人在一起聊聊天 说到了说退休要干嘛去吗 是吧 总要就总要 有一计之长 能吃晚饭吗 人家王岐山说了 说这个 嗯 让我现在 如果我现在就再继续 拿起那个 拿起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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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直直戳戳 再继续 做讲解员 再讲大秦警教碑 那我记住 我我我我立刻就能干 都不用 都不用这个 重新复习 重新培训的 嗯 这这大家明白吗 这个东西啊 嗯 有些实话 就是有些这个东西啊 就是这个 真相呢 永远不是 你看上去的那样 啊 永远不是啊 他背后有他的一套 也就是就是说 习近平跟王岐山之间的 这个 这个关系呢 因为最近又风声传出来 王岐山可能确定要出任 如果要是过来的那时候 还有的话呢 出任 国家副主席 啊 国家副主席呢 就是就可以列席 正如去常委会 还是常委待遇 这个呢 可能 还真是那么回事啊 从这一点上 就大家可以明白了 啊 就再说 为什么 这王岐山跟习近平之间呢 不不简单 就是这个 发小 或者这个 一起在一起上 一起 一起下过箱啊 啊 当然他可能没有 有没有一起扛过箱 可能这可能不现实了 可能一起下过箱 一下过箱 这点友情呢 那不足以支撑 他们今天这种政治同盟 正同他有他更深的关系 更深的关系呢 就是说 呃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啊 王岐山那对警教 那绝对是 绝对是精通的啊 因为 因为这些东西啊 因为涉及到总警教啊 有些宗教的东西 民间宗教的研究呢 呃 这样说 甭说在中国呢 是是是是 是严格受控的啊 在美国都是啊 一些比方 就是说 一些宗教的一些典籍啊 包括也有一下一些民间 叫宝圈啊 这些呢 在美国很多这个智库啊 包括他他他那个东西啊 他是也是列入绝密的啊 就是很多人 如果你没有美国 没有美国那个认可的那个秘籍呢 你是接触不到那个东西的啊 因为他他是跟政治的关系太深了啊 也就是说宗教到最后呢 就有时候讲到 就是说那个刚才就回到刚才说的 呃 气功师啊 中国的气功师啊 呃 什么修行啊 到最后为什么都都走下了 都都都被政府扣上了 这个邪教了呢 是吧 为啥呢 因为啊 随着你呃 这个修行的深入啊 包括他这个师父的承诺啊 引导你到最后 其实说白了讲 那些什么所谓的特异功能啊 所谓那些东西啊 到最后那个都是都不靠谱的啊 那个不是真的道 大家也不用急于追求那东西啊 那个东西都是个都是个遮掩法啊 都是这个怎么讲祖师啊 为了让人信呢 为了让人之间建立一个可信的 传法的这个传法的这个纽带呢 就是确实有于利用了一些方式啊 就是一些气功啊 武术啊 什么神通啊 一些一些 这个都是一种方式 等到你等到 到那修到那一层的时候 那些那些承诺那个特异功能 很多特异功能 当然你可能你是实现不了的啊 因为开天眼啊 或者的这个开天人啊 这个不取决于 其实有的时候 呃 不是所有人都能修炼到的啊 对修炼到以后 也没有那么神奇啊 因为我是亲身经历者啊 就我们 我们这个门啊 就是我这个我这个家族呢 基本上 这也不是 这也不是吹嘘啊 因为它确实不是多么神奇的东西啊 包括我本人 我也能 我也能看到啊 就我们都要看到 它叫井啊 看到一幅井啊 也能听到啊 就是天耳 这个呢 有时候也能预言啊 但是有的人就是管事啊 就等于说能帮 帮那个有吉那的 或者有需求的人管事啊 可以预言啊 什么 求一求啊 这个都 当然我本人 我倒没有做过这个啊 因为 但是我经历是很多的 这一点上说 但是最后呢 就是说 你修行到最后呢 你会发现 呃 你奔着这个东西去的 你可能没有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师父跟您的承诺 那不 那不 如果要是你都 你都兑现不了 大家都都没有这种体验的话 那不成骗人的吗 这做怎么办 这个时候呢 往往都 这些 这些所谓的道门啊 这些修炼的东西 往往就 就露出了本相 十二家本相呢 就是这个 反对现有体系啊 用现有体系 中共体制下 那世界那 你十八层地狱下 再加十八层 都都不够行 他们的罪恶 就这个呢 你肯定 就走向了反政府啊 因为反政府 就成为一条 成为一条 跟着师父走 师父对你的一个 对你的一个答应 一个回应啊 师父那时候就会 有的就告诉你了 我们这个门里 最高 是干嘛的 我们要追求那种 为啥 也就是涉及到 就是这个 永约啊 就彩虹之约啊 就圣经记载了 这时候 这个刚从一次 大劫难过来以后 上你人也得到教训了吧 是吧 上帝给挪亚 定的这个约 这个约呢 其实说白讲 就是道 就是你悟到那层 就知道 就是这个世界呢 不可能 你修行一下 你虔诚一点 多给佛菩萨 上下供礼啊 重塑今身 或者你多磕几个头 然后你就 你就取得了 这个抑郁常人的 这个能力 那是骗子啊 谁要这样说 就是骗子啊 你看那个 郭文贵同学 连你们也说过嘛 是吧 跟达赖当面 都说这个意思啊 你别说你有超能力 你要说些超能力 我扭头就走 是吧 达赖绝对也不敢说 啊 我要超能力啊 是吧 我挥挥手 能半山一 半山天海 是吧 李洪志呢 当时 这个 当时讲过一些啊 但这只是一种 比喻和形象啊 我在这儿 没有贬低 这个贬低洪志同志的 这个 这个想法 确实也不是这个意思啊 像当时这种情况 是很普遍的 也就是说到最后 你就知道 真正的道和真正的法 就是人人平等 人人平等呢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 就是造物主 如果用造物主这个词 来形容这种 至高的力量和法则的话 那就当我们 就用造物主 如果你要觉得 用神和和事 或者用佛和事 也可以 你可以换一下 这个都没有问题 也就是说 至高的力量啊 就是至高的法则 你想得到那种永生 得到那个大家一起救赎 没有别的渠道 只有一个门 就是这个井门 人人平等 人人为王 不再依赖一下 任何一个人 就像耶稣说的 耶路撒冷城 是吧 有一天摧毁了一天 没有一块石头 在另一块石头上 这是啥含义呢 就那个意思啊 等到有一天 你实现了大平等 实现了大民主 这是回到 每个人回到自己的本相 回到自己的本色 就上帝赋予的王者 这个社会秩序的 正义秩序的 维持者的时候 依据这个最高 自然法运行的时候 那个时候 上帝的应许 那永生 你的这个 甚至你天上飞啊 都有可能啊 这个 这个呢 我还真是负责 让给大家说 在技术上的 永生啊 啥的 这都 都是个啥东西 大最如技术问题 这不是什么难事 真不是什么难事 就是但是呢 只有一条 别落下任何一个人 如果有一个人 还有这种想法的 是吧 还有这种想法的 就有你比我高 或者你比我低 这两个性质是一样的 有人说 好 我不欺负人 我没有想欺负人 但是另外一点 你还承认别人比你高 你还承认 比方说 咱们比方说 你还承认习近平比你高 你还承认习近平 是千古圣人 你不是 或者你成不了 那个千古圣人 你要有这一点想法 你还别说 什么承认 什么县长书记孙之书 谁谁谁比你高了 你要说承认习近平比你高 你要有一点 一丝一毫的这种想法 是吧 那你进不了这个门 你别做梦 什么永生啊 什么的 那跟你都没关系 是吧 他就是耗子能建这个门 你要有一点这种想法 你进不了这个门 在我们再下讲 就是说 这个景门呢 既然也说到 当时在警教的时候呢 当时他 其实呢 就是成为一个秘密组织 当然我们也讲过警教 在暗示之乱的时候啊 就这个警教的大新警教碑 也记得很清晰 警教的智能 有他秘密工作 秘密情报机构的这个智能 他当时就是叫 做军耳目啊 做军队的耳目 大军的耳目 做围攻爪牙 又能监听 又能监视 又能搞刺杀 是吧 又能搞煽动 又能搞破坏 他是一个行动机构 这个行动机构 是为了什么呀 你肯定跟一般人理解的 修行没有关系 但是他与这个叫什么 叫叫除暴 他们叫除暴安粮啊 其实就是江湖侠客的作风 就是我们这个 对安东山对象造反 给正常的社会秩序 带来巨大的冲击啊 赤地千里啊 是吧 血流成河 那这个时候警教 警教徒啊 干什么工作呢 就干了我们今天 这种特种部队啊 什么情报机构啊 摩萨德呀 CIA呀 是吧 甚至这些 这些情报秘密机构的工作 所以就说 你要说唐古宗灭佛的时候 这样的机构 这样搞秘密工作 这样的组织 它能消失 那你用脚趾头想一想 那是不可能的啊 真是不可能的 他用他用他小拇指 翻翻 他都能玩的六周转 谁玩得了他呀 搞秘密工作人 就这点本事 是吧 那想藏起来 谁也找不到 想达在什么目的 那一定能达到 这就是警教的前身 但是藏下来以后 他不是为了藏而藏啊 也不是为了藏而藏 也不是说白了讲 就是说风声过来 我又冒出来了 是吧 按就是我们现在研究警教史啊 就是这些当时 是根据各种文档记载的 但当时这个警教呢 但其实在朝廷 在唐朝的时候 那是王公贵族啊 就是帝王将相 也是跟警教 也是信仰者呀 是吧 当时大家也知道 就好像当时就为 后来研究说警教 为什么消亡 就是因为他走上层路线啊 老是跟皇帝啊 就是跟皇室啊 跟大官贵人 关系走得太密切了啊 就是脱离了这个人民群众 后来才造成了 他不向佛教 跟老百姓打成一片啊 当然这个打不是说 共产党今天 跟老百姓打成一片 那个时候 佛教就当时比较 入室感比较强 但是警教呢 显得有点清高 其实真还不是那回事 这些专家学者 做这样的结论 中国今天负责任 告诉大家是错的 就是因为警教也没有消失 警教呢 为什么等到这个灭佛 这个运动十几年多以后 进入尾声以后 佛教都都都昌盛了 怎么警教就没有恢复呢 就是因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 警教也当时已经决定了 自己的路线 他不再出现在人世间 为啥不再出现在人世间 咱们很简单的道理 你要监听监视别人 你想操控别人 你就得跟这些三教九流啊 打成一片 混进去 是吗 披上佛的外衣 披上道的外衣 也写经书 也写道书 是吧 就跟今天特务潜伏工作 那是一模一样的 但这种潜伏呢 不是为了本身的生存问题 它是为了自己的将来 因为有一个剧本啊 这个大家一会儿要提到了 就关于警门的 这个最终的 对人类的救赎计划 实现人人平等 救赎计划有关 他需要把自己隐藏起来 我们叫隐世的游览 我们叫隐 有三隐啊 大隐于潮 小隐于世 中隐于世 小隐于也 就是大隐于潮 就是 好呢 宰相啊 我今天给他写着 写着仨名啊 只是这个 这三个人 因为他机缘关系 比较密切写上来 就是 真冠盛世的宰相啊 我们就是唐太东 叫三见皆明 就三个敬啊 就是相当警教的宪征啊 魏征同志 魏征同志呢 就是开冠 跟这个真冠时候的 那个宰相啊 以这个 拼死这个 抗争 叫叫 叫建议出名的啊 这是在世界史上都有名的 这家伙真是 这是不怕死啊 什么什么男的话都敢说 不给 不给皇帝脸 这个人啊 他是 咱们怎么怎么说 就是 警教进入中国的时候啊 警教背上记载了 防空玄陵 总章戏教 并营入内 当时是亲自迎接警教 特使进入长安 面见皇帝的 那走了一个仪式 但是真正的跟警教 负责联系的呢 为啥 用警教来 他毕竟是外来的人 外来的人 这个教呢 他要跟皇帝 他要得到皇帝的认可呀 跟皇帝交流啊 当时要写很多奏章啊 要讨论很多具体的问题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谁负责这个事呢 是魏征 魏征呢 叫代达奏义啊 他警教有什么想法呢 就魏征就帮他们传达上去 他们呢 这个皇帝有什么朝廷啊 就唐朝啊 有什么 对他这个警教 有什么说法有什么的 这就由魏征来 等魏征就跟这个警教 跟唐朝政权之间的联络人 这个时候他用魏征会 这个西域文啊 就那么他说是许利亚文嘛 会这些吗 那肯定是会的啊 魏征啊 在历史上就他 魏征啊 在当官之前啊 这家伙是道士啊 他叫自自玄成啊 那是当道士出身 那道士 那时候道士 我们说过这个三教河流啊 在南米朝的时候就开始了 魏征那时候 你明看是道士 他都其实都啥都懂的 并且这个人魏征啊 他是修随书的 这个就负责修随书 那是吧 从唐朝开始啊 就是后代一个朝啊 替已经前朝 就已经灭亡的朝 修国史 叫随朝的历史 叫随书 那是魏征同事负责的 总编啊 那绝对是那高人的 那绝对是不是说 就靠着这个 就靠着胆大 是吧 说上去难听话的 靠这个混饭吃的 最近魏征很厉害的 魏征 这个呢 魏征上 魏征是宰相啊 他对唐太宗 有巨大的影响力啊 是吧 等到魏征死了以后 唐太宗 真高利失败了 是吧 回答说的 说魏征啊 肯定不会打这个败仗 这是魏征同事 魏征跟警教的关系啊 再往下这个宋景啊 宋景可能大家也明白啊 宋景是 是开元 唐朝两个盛世嘛 真观盛世和开元盛世 在开元盛世的末端 就发生了安史之乱 就是警教就发挥作用了 就成了这当时的这个 历史上就早先的那个 情报和特种部队 特种机构 跟宋景也有关系啊 宋景这个人呢 他也是叫 这个开元 等于他算是一手促成了 这开元盛世 开元盛世 看一看 那我们跟开元宗 有很密切的关系 这个将来 我有机会给大家讲啊 因为宋景呢 魏征呢 是警教跟中华文化 这些组织的这个 他是这个人呢 是至关重要的联络人 当然你 当时你 我说的这些东西 你要是看 看历史书啊 你看啥 你是看不到的 因为这跟我们门里有关系 历史上 历史就是我们写的啊 这个当然 我们不会把自己 把自己的 把自己的这个 底码都给兜出去 我当然我今天说是今天说的 我负责任的说 人家历不赏书啊 这个家伙也是 历史上的有名的横啊 什么叫横呢 是吧 人家那个太平公主 上官晚上 人家弄叫协封官呀 是吧 自己走群卵官呀 说你家出身高 是吧 你家是为什么宰相啊 叫资高考生 资历高 考生的考证 他渊源身后啊 是吧 直接那个官吧 别考试了 我们知道这个隋唐 才有课举考试啊 保证人人平等的这个渠道 但是这太平公主啊 这王公贵的上官晚上 这些有名吧 他们就走群卵官系嘛 就以出身高啊 什么资历身为名 受了好几千个官 叫协封官啊 就封官那个文质 文告呢 就是他用个协封条封着 叫协封官 宋敬同事一上来 好立不赏书 那二话不说 几千个官啪 同时干掉 这个人得横到啥程度啊 几千个官都干掉 那个几千个官后边 就咱们今天就跟共产党似的 共产党搞的全国都是 全国上下都是群卵官系 你动一个官试试看 是吧 当然你说习近平现在也敢动啊 但是他动的 他这个胆魄呀 他这个气魄呀 远远比不上宋敬 那时候 你想那时候朝廷总共在多少官啊 宋敬一口气能干掉几千个 背后都是谁啊 背后可能就皇帝啊 什么什么 通朝高官 你想想吧 全天下的人都得罪完了 这宋敬干的 那我从这讲话讲话 宋敬那就是平等啊 人就是平等的 是吧 甭过扯其他的 叫什么 叫随之高考生 我呢 就是微财事举 我可不管你什么自高考生 甭过扯那个 我又他能不能当官 我就看他的财 微财事举 微财事举 那考试去 是吧 看你的实际行动 其他虚子咱们都咱都不管 是吧 再说这个 讲教 我们讲讲教平等的 为什么跟这个警门警教有关系呢 大家也注意听了 他他中间的关系啊 就是我们讲叫大隐于朝 这些人都是 警门隐在朝廷里的 隐藏在历史里的 警门的高人啊 警门的祖师 就再讲个故事 就是玄宗的时候 因为宰相呢 负责给这个 皇家的公子公主啊 取名的 取名取号的 是吧 哪个公子叫啥呀 什么 皇子叫啥名啊 封什么王啊 叫什么号 是吧 都宋宁干的 宋宁干完以后啊 玄宗让这个太监又传一个旨 说啥呀 再取一个特殊 再取一个美号 比较美的 这个 其他的我没意见 但是你给我弄一个 给其中一个 再取一美号 宋宁当时就急了 说这不行啊 啥叫不行呢 就妻子均养 明就之德 就啥 就有一种鸟 就是叫 可能小斑九 就这种鸟 他养了七个孩子 七个孩子 那个大斑九 喂小斑九的时候 是吧 早上喂的时候 1234567 从这头喂到那头 晚上在喂的时候 反过来 7654321 他叫均养 妻子均养 他没有歧视的对待 他任何一个孩子 说你那皇帝 你怎么能干这个 不如鸟的活呢 是吧 那是不可能的 那结果呢 结果玄宗同志 那叫什么 叫 叫 约尔纳志 看着挺高兴的 听话 其实他心里啥滋味 是吧 皇室的事 我还取个名 我给其中一个 取个好听的名 你都不干 有你这好人吗 是吧 那心里多恼火呢 但从历史上讲 叫约尔纳志 采纳你的意见 有啥意思 这个呢 也就是说 太平盛世 我们讲 为什么要讲到这个东西 也跟西同学 讲什么中国梦 什么中国崛起 跟这有关系 就是因为 你中国梦 中国崛起 你这个国家 要开源盛世 是吧 国家强盛 民族富强 这个老百姓生活幸福 幸福安乐 它的基础是什么 基础就是平等 如果你做不到人人平等 动不动弄那些 什么协封官 动不动什么叫 资高考身 动不动讲出身 什么红二代 红三代 红四代 官二代 是吧 资二代 资三代 什么傻逼玩意儿 是吧 这个元帅后 他去你妈的 就指着这些 这他娘的能复兴吗 做不到的 在对待人的这个问题上 做不到平等的话 你甭想任何盛世 不可能 就这仨字 你要做什么假盛世 就一个人的盛世 那叫自取灭亡 不管你习近平 王建平 李建平 是吧 都是自讨没趣 找死的活 还有刘炳中 咱们再往下去 刘炳中 刘炳中叫什么 开创大元朝的 元朝国号的设计者 是吧 元朝的官制 官方这个朝廷的制度 咱们设什么官 哪个官管啥 设几个 给他什么俸禄 这个制度 这国家根本制度 谁设计的 刘炳中 刘炳中设计的 刘炳中自己是个啥呢 是吧 这个封王 这个封王 封公 那个当将军 薅家伙 都是千户 和万户 刘炳中自己干什么 刘炳中自己人 也就穿着僧服 今天穿僧服上朝 明天穿道服上朝 就一和尚 出家人 他先是全真道 从全真道 后来当了和尚了 出家于刑台 大天宁寺 就大天宁寺 今天跟大家透露个小秘密 是吧 红楼梦里 有一个出现一个人 叫王孙公子 叫啥呀 清静静出辫子时候 是吧 宋葬队伍啊 这个呢 都是四王八公啊 是吧 什么这个将军啊 这个猎侯啊 最后一个人 宋葬队伍里 最后一个人 叫公子魏若兰 若嘛 魏若兰 当然这个 也就说 那个魏若兰 在这个书里 整本的时候 就出现这一次 但只眼摘批语的时候 只眼摘批的叫什么 这个魏若兰呢 这这个 以后跟 跟啥呢 对啊 有一会说什么 叫这个清文 私善子做千金一笑啊 清文 宝玉闲着没事 私善子玩啊 多么贵的善子都撕 另外一个叫说 殷麒麟 伏白手双星啊 就是这个 贾宝玉同志得到金麒麟 就是这个 湘芸丢了 湘芸捡到了啊 湘芸有个小金麒麟 然后引起了 黛玉的这个嫉妒啊 说 孩子又 又 宝钗 宝钗 那个什么 那个 跟宝玉 那个 因为 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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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拆 那个宝钗 那个 带玉 宝玉那个姻缘啊 又宝玉 带这个 带了一块玉啊 那个宝钗 带一块 带一块什么 金子上 我真是 意识想不起来了 就啥意思呢 就是 在那一回里啊 就是直眼摘 提到的 就提到了这个 这个又提到了 他的批语里 提到了这个魏若兰啊 这个魏若兰呢 就意思就是这个 是意思就是说 他将来啊 就是跟 可能跟史湘芸 有关系啊 就是这个 因为这个金麒麟啊 在赦谱 什么之后就是 谱就是 你安可就是 花谱嘛 就是那赦谱 就射箭的那个地方 就是可能跟 跟这个 史湘芸 有点关系啊 所以后来的 洪学家们呀 就演绎出了 无数个故事啊 说史湘芸 跟魏若兰 怎么怎么样了 还有说 史湘芸 跟贾毛一同 怎么样了 但是今天告诉大家 不是那回事啊 这个魏若兰呢 指的就是 刘炳中同志 出家这个大天宁寺 在邢台 他叫什么呢 唐朝说他叫什么 他叫华池兰若 华池呢 华呢 就是这个 中华的华 池呢 就是华青池的池嘛 兰若 兰花的兰 若呢 若一若离的若 就是魏若兰嘛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因为这个形态 这个地方呢 这是魏国的都城 叫做魏 魏若兰的意思 反过叫做兰若在魏 魏的一个兰若 兰若当时是寺庙的统称 但是很少有四个大名 它是个统称嘛 寺庙当然都叫兰若 就像都可以叫加兰似的 是吧 但是形态这个叫 叫华池兰若 这是建于史册的 它后来叫大天宁寺 刘炳中呢 就出家于这个地方 他以前的全真道的道士 大家知道全真道吗 王重阳啊 全真妻子啊 全真道讲的是什么 全真讲 全真道那是一门心思 致力于三教融合的 如是道三教合一啊 这个三教合一 给大家讲过 那只是一个统称 不止这个仅仅这三教 但是呢 他呢 就从全真道的道士啊 成了这个大天宁寺的 这个叫虚兆鸿明啊 就我们这个门一带高僧啊 在他的门 当时怎么记载呢 虚照虚照鸿明禅师啊 就照这个 照刘炳中这个道士啊 你到我这来 我出家 哇靠 你看这这这话横的啊 是吧 人家没求你来 把人家叫 把刘炳中叫我来 在我这出家 披上僧袍 把头剔了 刘炳中就跟他玩了啊 跟他去的话 晚上被 被高僧啊 海云印捡呢 就邻居总有关系啊 推荐给忽必烈 然后辅佐刘炳烈 胡左这个胡必烈 是吧 建立了元朝 起了国号啊 根据这个易经上讲 大灾前缘 起名的国号叫大元 他不是叫元 他就叫大元 大元 然后他还是 元朝上都啊 就是这个大都 跟你讲过吧 上都和大都 都是刘炳中选址设计的 是吧 地隔这么远 后来我们现在科技一测量 这两个城门的 两个都的 都城的中门的 门的中轴线啊 是严格充合的 这玩意怎么弄的呢 是吧 现在科技都麻烦啊 当时他怎么搞的呢 是吧 刘炳中是怎么 更有意思啊 刚才没讲了吗 是吧 多少年啊 然后穿僧服啊 有时候穿道服 为什么 他又是道夫出身 他又是佛 他又是和尚出身 所以他僧服道服 轮着穿 是吧 他自己还祭祀什么 祭祀叫六丁六甲神 刘炳中死了以后啊 是吧 皇帝呢 封了一个 这个太一道的一个道士 就说啥意思啊 就说这个刘太宝死了 刘太宝在世的时候 负责祭祀六丁六甲 太宝 刘太宝去世了 你这个道士 你太一道 你来负责 接掌刘炳中 这个叫 他既六丁六甲呀 他有一些仪式啊 有一些技术呢 你要继承 继承这个祭祀之术 然后祭祀这个人呢 他只是一个 刘炳中 这个 就等于说 祭祀使者吧 朝廷授予二品银章 什么意思 二品官 二品官 啥意思啊 稍微懂点 关注得着 二品官就是 赏书一类的呀 大学士才是一品呢 是吧 宰相才是一品呢 六不赏书呢 就二品呢 是吧 这啥意思呢 刘炳中 六丁六甲 大家知道吗 就西游记取经啊 是吧 唐僧同志 怕这个 观世音菩萨 怕唐僧路上 这个无人保护 是吧 出意外 除了这个 除了孙侯 是吧 这个懒猪 跟沙僧同志 是吧 这哥仨保护着之外 是吧 还派了多少 十八加兰 这个 四职公曹 其中就有吧 六丁六甲神 三十九位神将 暗中保护 其中就六丁六甲 六丁六甲哪来的 六丁六甲 那他是刘炳中同志的 那刘炳中同志负责的 是吧 这些啥线索呢 这个就是我们你看 我跟他也讲过 我这关系 有的人根本压根不认可 那你纯扯淡 说 是 我说为什么说 我说这个名著啊 都是我们这个门的 这个祖师写的 所以他们基本上都不属名的 他们属的名字 也不能认真 因为基本上都是 没有一个人说 这书我写的 是吧 张三里斯 王五马六我写的 是吧 老子板权 是吧 将来找你收板税 不是啊 这个都是传道之作 这个埋的线索啊 就是这些 因为这里的线索多大 简直 我要讲 讲的话 我西游记者一张 西游记者一回 我那么 我跟你们讲三天都讲不完 每一个细节 每个字 都大有深意 都不能动 那也都是 都有直接对应 叫数学上的对应关系 那个绝对是不能动的 我讲出来 你稍微有理智人 你都得听 我们今天只是泛泛的讲 用半天了 这张纸都没换 讲说水浒 水浒传啊 水浒传 水浒传 我们也讲过水浒传 这个108将 这个神将啊 都是谁放着 红信放出来的 是吧 红太尉 我们讲过的红字 是202038 对佛祖的这个 三十二项 八十种美好 然后832 什么 CIA的这个格言 832 是吧 冬月大帝 冬月大帝 你知道是管地府的嘛 18层地区 是归冬月大帝管的 他也是诞辰328 苍结造字 诞辰328 这38 38历史上太多地方 这个 看见这个东西 你就知道啥意思啊 就是 但是呢 108将 他叫什么 叫 他主将 宋将主要的追求 就是被朝廷招案 招案以后 才能替天行道啊 是吧 否则我自己就是 就一大大强盗 我怎么叫替天行道呢 是吧 所以梁山巨异以后 要招案啊 高求啥都没 高求来啊 这个招那个招 都没招案都不成功 后来谁成功了呢 是宿远景 宿太尉 宿太尉 是啥意思 你看 远景啊 远就是开始啊 还过来呢 叫景元宿 宿就是兴宿啊 叫景 我们叫 这个大清景元宾上讲 耶稣出生叫什么 叫景宿告详 波斯赌药 就来贡啊 就景宿 就是这个有言讲 叫烧心兴啊 叫什么啊 景宿 就是从 替天行道呢 成正果 那是宿远景 宿太尉安排的 宿太尉呢 倒是善始善终 等到后来 梁山大结局了 是吧 主持给他主持功道 修辞的是吧 又是宿太尉 又是这个宿远景 也就是始终啊 都是这个宿远景 108将 是他们这个 在朝廷里的保护神 官拜太尉 但是108将 有一个 最末一位的 其中有一位叫什么 叫断景柱 一百零 封到头上 108 是吧 从头到尾 排坐次啊 从一排到108 断景柱 注意啥意思 就是停柱的意思 然后这注意什么 这是主人的意思 也是人主的意思 景的就是景的是 景啥意思 都明白了吧 从宿远景开始 到景柱 结束了 始终 始终都是景 这108年呢 都是景将 都是景将 这是水浒传 这简单小线索啊 太多了 在我大文下说 说到这个西游记 西游记呢 就是取经啊 大家知道西游记就是取经 是取经 整个故事书写完了 经也取回来了 给太宗皇帝汇报啊 乘上了通关蝶文 是吧 过了多少个国啊 经过多少天 五千零 五千零 多少天啊 过了多少国 通关都看了 太宗皇帝呢 就大开东阁 大家吃啊喝啊 都高兴啊 是吧 大功告成了 可以有这个经来超度鬼了 是吧 来超度 什么叫鬼呢 就是说这个鬼啊 大家千万别以为 这个就是地域下边 地皮下边的鬼 这个鬼呢 就值得啥 就值得失去 不认识自己本相的人 就堕落的人 啊 在在人 在人这个不平等的 这个社会里 挣扎的 冤冤相报的这种人 啊 可不是说 就跟圣经里所讲的 那些那些睡着的人 指的这个意思 这个真经是 是超度他们的 他们返回原先 就是返回原先 回到他们原来这个面目 就神当时造他们的 那种那种意气风发呀 光辉圆满的那个 神的那个样子啊 是这个意思 当时太宗皇帝呢 表示感谢啊 就给就写了一篇一篇续啊 啊 叫大唐三藏圣教续啊 就你取来这个经了 这是这是圣教的经啊 啊 叫什么啊 叫大唐三藏圣教续啊 啊 就三藏三藏法师嘛 三藏当时呢 也是天 天地鬼啊 天天说地论鬼 三藏三藏真经 三藏圣教续 啊 就是续言 这个续言呢 结尾上啊 感谢了 说了啊 人家的原文呢啊 叫什么 这个这个续很长啊 在西游记书里全文引用了 全文引用 几乎没没有变动啊 全文引用 他最后就说啥 叫私服侠夫 侠就无侠覆盖 就这种福气啊 啊 你这个经带来这个福气 夫呢 就可覆盖的夫啊 就我们叫责备众生啊 啊 就是这个意思 啊 与乾坤而勇大 啊 就是取来经了啊 这个圣教的经啊 就是最后的 这个功劳啊 这个功劳啊 与乾坤而勇大 这种夫气呢 这种福啊 这种福 这个覆盖众生啊 就是说无瑕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被遗漏在外的 这个意思 但是话说回来 哎 有一个字变了 啥叫变了呢 那咱们西部记小说里啊 把这个井丝呢 敲没声的换成了井 叫井服侠夫 欲乾坤而勇大 啊 历来的研究者呢 看这个书 千千万万万千 哎 没有人提到过这个事 我今天跟大家提一下 就啥意思 一字之差 整本书 都变了 为啥呢 原来我知道 说取的是佛教的经 但是呢 他把这个字变了 啊 井服 意思啥意思啊 西游记整个门说取的啥经啊 取的是井经 井经是圣经 是基督教的经 啊 这是井教的 这是井门的东西 看 大家想一想啊 是不是这回事 啊 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就这个意思啊 换偷偷换了一个字 然后其实呢 数也换了啊 当然数量也换了 字改了这个字 数也换了啊 因为原来全的取经啊 取了可能700多部吧啊 700多部 具体数大家可以查一下 是吧 翻译出来75部啊 1335卷 这是这是历史记载的 这是有真实有记载的 但是小说怎么写呢 小说把这个数给变了啊 说人家原来呢 这个佛祖呢 有35部啊 他呢 又取来了35部 是吧 5048卷 啊 原来人家35部呢 一共是15144卷 啊 佛祖说了 我有三藏真经啊 啊 一部谈天 一部说地 一部论鬼 啊 该有15144卷 啊 你取了一藏之数啊 啊 这个字呢 大家再再再再再关注一下啊 他叫该有 啊 该有 意思是我这个三藏 应该是有这个 15144卷的啊 但是呢 就是意思就是说 我35部 当然我们取取经了 你也取35部 5048卷 这个呢 大家可以拍一拍脑袋呀 这个脑筋急转弯的事啊 想一想 15144卷 这都是书里说的数 啊 这个呢 跟跟三藏取经的这个 这个这个在在在太宗皇帝 写的这个圣教序里啊 啊 这个数是不对的啊 当然大家说啊 那是小说啊 那是历史 不一样啊 但这个你要知道 小说全文引用了圣教序 但是就改了一个字 井 就把它称为井经 不是佛经了 然后又改了取经的数 啊 取经的数 为什么要这个写这个35部 很简单的道理 你35部 三藏之数 35怎么怎么被这个三均分呢 就是你这 你这也这个 一藏有多少部啊 这没法说了好像是吧 这个没法分啊 不能均分 啊 然后呢 15144卷 啊 你取了500048卷 那啥意思呢 那佛祖的经 那是印刷的呀 还是抄写多少 同时 比方说咱们比方说 同时有多少个部 啊 然后呢 都有副本 是吧 你把副本拿走 或者说三藏来了 那你抄吧 是吧 你抄走啊 这个都可以 啊 为什么这样弄呢 你这样搞的话 等于说 一部 每一部都不全 我所莫35部 每一部都被你取了 你取走了 你也不全 我也不全 大家都不全 为什么要这么写 啊 这个这个是完全违反逻辑 违反常理的 为什么讲这个35和 这个35呢 强调这个35呢 其实它有关系 为什么 跟魏征同志有关系啊 魏征同志在真正的历史上 史书里 唐史 就他新唐书 就唐书里 说过 汇报过这个 关于警教来的这个经啊 来的翻译情况 啊 其中说过嘛 他一共是 来了530部经 叫贝业经 啊 贝业经 一共警教当时是 那个阿罗本啊 带来530部经 哎 等到魏征会报工作的时候 哎 意思就是说 总共呢 就翻译出来35部 这35部呢 是警教的经 哎 其他的那个530部 翻译35部 其他的那个那个经呢 还都在皮夹子里 没动 哎 其实历史上 其实都没有 怎么再也没有翻译出来过 就像玄奘 取了700多部 700多部经 就翻译出75部一样 哎 那个警教经 也一样啊 就翻译出来35部 这个35部呢 是景经的书 哎 就这个圣教序里 为什么要这么改 哎 就是这个书啊 哎 跟那个原文啊 关于这个圣教序呢 这个呢 也很有一个机缘关系啊 这个碑啊 圣教序啊 剩下也有一块碑 这个碑呢 很重要 为啥叫重要呢 就太宗皇帝啊 喜欢这个王羲之的书法 哎 他又喜欢了这个圣教序 自己写的圣教序 觉得我要沾沾自得 觉得挺高兴啊 包括他后代啊 这个这个高宗皇帝啊 这一大皇帝呢 因为太宗知道 是个书法家呀 啊 擅写非白体 啊 就是那个 呃 三国演义 开篇讲到 那个叫 蔡文基他爹啊 老蔡 老蔡发明的叫非白体 太宗皇帝呢 叫那那那很厉害的 擅写非白体 喜欢书法 这个这个序呢 哎 意思也很有意义 怎么弄呢 最后 哎 他让这个王羲之的后人啊 叫怀素 怀素呢 你家里肯定有 由你祖先留下来的 这个王羲之的真迹啊 我这皇宫呢 我也有啊 我能搜罗 我这看 我那咱们咱 咱两家是最多的 王羲之的这书圣的 留下来的墨宝啊 这样吧 把这圣教序呢 弄了个极字碑 啥呢 就是这个碑上的 每一个文字呢 都从这个王羲之 留下来的墨宝里 找到 找到一个相同的字 拼成一个碑 刻了一个碑 现在呢 跟那大清景教碑呢 这两个碑呢 都在一块 都在西安碑林 啊 西安的人啊 或者去西安出差的人 有机会呢 可以去看一看 去看一看这个东西 就这个这么一个 这个背道 现在还有呢 是吧 你西优季小说 你怎么能这样干呢 就改一个字 然后改了改了数 但是奥秘就在这里 这就是景教存在的证据 跟这个西优季书的 关系的证据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经改了 你的这个 取的这个经是景经 这个小说呢 也是景教 我们如果说 要景门的人写吧 因为他那时候已经 不叫教了 他把自己融化到 潜藏到这个 几个其他的宗教里去了 他可能是道士 也可能是 也可能是和尚 也可能 也可能是个 是个 是个在家的 也是个朝廷的官员 就是景门都是 要隐藏自己 谁也谁也不露像的 所谓的真人不露像 露像不真人 大概就是 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就是 把经术也改了 术和明对上了 这是铁一般的证据 谁要说觉得 我说的这个不对 那你自己再发明 这套逻辑来 咱们咱不抬杠 不争论 这这块呢 这个魏征啊 宋锦和刘炳忠啊 他有个为什么 刚刚我特意的提到 这三个人呢 因为这三个人呢 是景教 景门在中国 这个历史的一个 最好的一个线索 因为这三个人 都是执政大臣 叫执掌朝政 就是开创盛世的 魏征跟真贯盛世 因为魏征这种观念 这种中正的这种观念 就是他影响了 太宗的这个实证理念 太宗前期没发啥错 他带来了真贯盛世 宋锦呢 唐朝四个宰相啊 前有这个叫什么 房杜啊 房玄陵啊 就是那个房谋杜断 后有姚宋 姚崇宋锦 宋锦 大唐四个名相 最后一个名相 可以说他对这个 开元盛世啊 的建立啊 就是算是有莫大之功 刘炳忠呢 刘炳忠是 那整个就建立 开创一个政权 大元朝 一个大元 当然历史不久啊 历史不久 那个这个咱不愿不愿什么都有天道啊 暴政永远没有一个能 暴政能永远能能能长久的 所以共产党今天你看他很厉害 赶天明天崩了 那也说不定了 是吧 就但这三个有个机会什么 他们都是邢台人 其实杨炳忠就是聚禄郡 就是聚禄人 我也这么聚禄的 各种 所有的史书记载 他叫聚禄人 宋景就是邢台的 刘炳忠呢 也是邢台的 这个地儿以前叫聚禄郡 都叫秦初三十六郡 叫聚禄郡 聚禄郡当时的范围啊 就包括了河北省 南部的大半部分啊 北边到到曲阳啊 到河北的那个曲阳 宝定地区了啊 然后山西的一部分 河南的部分 山东今天一部分 都叫聚禄郡 就这一带 他起源于大陆泽 就是那个夸腹追日 要去大泽喝水 那个大陆泽 也就是大鱼治水啊 就从这个河州 基石山啊 倒河而下 就是顺黄河走 过降水就是张河 然后那个到大泽 就指聚禄泽 就这一带啊 就这一带 这三个人 都被封为文真公 文真公 这个他们的联系点 所以邢台呢 原来有一个词 叫三文真公词 三文真公词 祠堂 纪念这三位 本地人 都是宰相 又取得了最大的成就 就是来纪念他们 但是 这个什么呢 这个大千景教流行 中国碑啊 碑上有 有叙利亚文和中文僧人 他的立碑的人啊 当然记载了70个僧人 70个啊 他记住啊 就韩信 这个史记列传 也是70传 这70是很有很有很有 很有说法的啊 他70个人啊 可能当时用了183个字吧 在这个将来在产 因为183有含义 每个字每个数 都有含义 就刚才说这个 修记取经一样 名字和数 它是互相锁定的啊 就是字呢 是相形 问题 它是形象 数呢 是是那个 咱们就知道几何产生数字吧 数字可以换上成产生图形 这就是警教最基本的一个原理 就是这里边出现了个僧文贞 僧文贞 僧文贞呢 他叙利亚名字叫 路加嘛 都知道 这个圣经人叫路加福音 现在专家考证 就是这个 就是有一个人叫什么 叫李肃 李肃呢 是什么呢 李肃是唐朝的 唐肃宗啊 大概这个年代的 他是斯天台太史 三平观 就是啊 观天的 天文台的 并且那时候天文台呢 也负责记载历史 因为很多 因为怎么讲 为什么历史跟史记 跟天文台有关系密切呢 就像司马迁同志 是吧 司马迁同志是中国历史上 最早的他的家族是观天的 是天文观 然后后来成为史观 为啥呢 因为那时候纪年啊 你的事发生啊 纪传体啊 他都要对着一个时间来 对着一个时间 这个时间呢 根据是观天策定的 就制定立法呀 他是互相咬证的 我们叫天时地利人和 这仨事呢 所以他俩关系密切 这个人呢 李肃这个人啊 他就是僧文真 也叫文真 然后他呢 是波斯王子 这个人 波斯王子 波斯王族啊 他们到大唐来以后啊 他基本上只有一个姓 叫做李 都姓李 李肃他爹 当时也是唐朝的大将军啊 也是世代高官啊 他从 其实最考证啊 波斯王族啊 就是这个警教 原来他的总部 在波斯那个地方 波斯王族 被伊斯兰啊 这么这个文明摧毁了以后啊 他的这个后人 唐是皇室的后人 来到了大唐 被大唐所收留 他们都敢姓李 这个人呢 我们再用问 我们又回到哪了 回到这个 风神演义了啊 风神演义 知道这个苏达吉 进到这个 昼王的朝 这个宫城里啊 这宫殿里啊 那绝对是不干好事啊 是吧 就苏达吉 那个被 就是妖精嘛 妖精 这个时候呢 就等于带来很大的 这个叫什么 就京城 黑气冲天啊 不干正经事 这时候来了一个道士 道士叫云中子 云中子 这个拿了一把木剑 中南山下来的 给赵王说 你这个宫殿里 有这个妖气啊 妖气冲天啊 我给你拿一把木剑来 你震一震吧 是吧 赵王跟这个云中子 一对答呀 那简直是 哎呀 佩服啊 世外高人 行 把这个木剑挂在后宫上 把苏达吉 惊得 达吉啊 惊得这个魂飞天外 那这个马上就 小命就不久了 然后就赶紧 这个想办法 给赵王说 那这个 这个道士不怀好意啊 他画这个东西 哎 这个这个 对这个你看 对这个寇宫啊 反正不好 那赵王说行吧 拿去烧了吧 好 云中子一看 哎 哎 你刚挂上了 刚刚起点作用 我这个宝剑 你怎么又没了呢 他就知道 这个剑已经被烧掉了 然后呢 这个他怎么 要不你就再去找 找赵王 再论论理啊 是吧 为什么这个狗咬 李农斌 不知好人心呢 或者你扭头就走啊 是吧 那你符合你室外高人的形象啊 这时候他做了一个行为动作 他干嘛呢 他拐来弯 到哪了 到了思天台太师 渡元仙 哎 渡元仙 哎 有人叫做喜 他渡元仙嘛 就是这个 那 渡元仙 思天台太师 哎 到他家 哎 照壁墙上 照壁 我们就知道照壁什么意思 照壁就是井 就是镜子 照壁是有规矩的 我们中国这个 中国就喜欢搞照壁 照壁 他基本上他是 中心啊 要是个菱形 哎呀 就做个菱虫 菱花镜嘛 这是红楼梦的香菱的 这个象征 香菱就是 就是灵花镜的意思啊 就照壁墙 就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啊 这个样子 这个照壁墙呢 很有名啊 也出现在这个 2014年2月25号 习近平去语儿胡同 访问的时候 他去那个31号院 那里边就有很有名 那个大照壁 青砖照壁墙 在照壁墙上 提示一首 叫什么 妖阳西土 要知血染朝歌 甲子遂中误武 这个意思很明确嘛 大家我不用太多的讲嘛 就妖精在宫廷里瞎闹啊 但是呢 圣德呀 就是周文王那边啊 西齐 圣德已经去西边了 在西端了 要知血染朝歌 就说你那么倒霉啊 郑王不听我的话 是吧 你要倒霉了 什么给了一个年 给了一个时间 天干地支的点 就甲子遂中误武 你就朝歌成就 你这王就完蛋了 那 为什么要写在这 司天台太师 跟司天台太史 有啥区别呢 赵壁墙上 跟这个李肃 有啥区别呢 有什么关系吗 这还用我特意的讲吗 这叫行为艺术啊 为啥跑那去 立那个赵壁墙去啊 因为历史上 警教的 最有名的 跟天文 太历史有关的 就是这个李肃同志 李肃的 李肃有六个儿子 叫聚乙子鸣 井鸣啊 就是啥 他都叫以井来排序 可能其中几个 就叫李井鸣的 还叫李井福的 什么的 他六个孩子 都叫李井什么 李井什么啊 这个就是啥意思 很明确了 但甲子碎中误武 这个是很重要啊 这是西游记 不是咱封身演义了啊 抱歉给大家 口误 封身演义讲的 很重要的 封身演义主要讲 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 啊 呃 周王啊 暴虐啊 就周朝啊 就周周王 把他叫替天行道 跟这个水浒传 讲的差不多的口号 然后就老天爷灭你 我代表老天爷 来灭你 把你灭了 这个预言 在开篇子就预言 这个甲子碎中误武 它的规律什么 我跟大家讲过 啥事大道之简 甲子呢 是六十甲子的开头 误武呢 是第五十五 啊 它的含义呢 甲子是一一 物五呢 是五点七 它的含义 很明白了吧 啊 就是把它加起来 啊 头啊 头加尾 头尾和 啊 五十六 六十八 这叫什么 这叫几位 啊 这叫几位 你这样加 它也一样啊 就是什么 一加五 加五 一加一 加五 加七 都一样啊 都等于 1114 114 给大家讲过没有 114啥意思呢 114就是大开源的 那个点 啊 就是那个点 它给1016相对 几位呢 一加也讲过 加宝玉的红楼没有生日啊 没有提他生日 但提到了 他过寿的时候 那天晚上 他大伯 甲静死了 是吧 甲静守耿身死的 耿身呢 几位是第五十六啊 耿身就是第五十七 就都意味着 他大伯守耿身死了 耿身日的前一天 就是几位日 就是宝玉同志的生日 一红院 一红院啊 群芳 这个开业宴 死金丹 这个 毒宴 李钦桑 那以后 那个回啊 就叫这个名目 就这就是他们的这个 这个我们经常给讲的 大家这个 警教警门啊 跟政治之间 藏下来的这个关系啊 好 稍微刚才做一个停顿啊 给这个 重头来 重头来给大家 今天 画的有点乱了啊 画的有点乱了啊 这个可能 视觉上不是这么清晰 这个也没办法 我们刚才讲到 就是这个 井门呢 它的起源啊 起源就是在对人的这个身份 地位的这个认定上啊 就是它是 不但人人平等 人与动物也平等 动物 与这个 植物也平等 生物界平等 生物跟那个大自然 也平等 上帝 就是造物主 这个最高的自然法则 然后他要求的是 所有人都能实现平等 你以为你本质是平等的 为什么你本质呢 为什么上帝说 我要用这个 我的形状啊 来造人 然后呢 还可以把灵气吹给人 意味着你呼吸 上帝一样的灵气啊 你跟上帝一样的形状 从外从外到内 那你就是神了 意味着人和神还是平等的 在这种情况下 上帝约定了一个 跟人的符号 就是这个井的形状啊 就是这个井的 知道这井啊 以前这个 所谓研究井教的人 对这个井的解释呢 就是都叫什么 都是有争议的啊 就是不知道 怎么跟他下定义啊 我给大家讲 我经常讲了这么多呢 就是它是个符号 这是我们门的这个符号 井门的符号 这个符号呢 是个几何形状 几何形状啊 最近说开天辟地嘛 创大师创世纪嘛 这个圆呢 是这个圆规划成的 这个方呢 是个脚尺 巨啊 无有规矩 不已成不成方圆吧 就就就就就这样一个意思啊 就是也就是女娲 跟那个福西 守时规矩 共计会 红门 大家所有的那个开源 开源通宝 大家看的这个东西呢 就明白了 这就是井门的符号 所谓的井门的符号 啊 这个在 在这么在这个 呃 有一个 呃 开源通宝啊 给大家讲 就是中国历史上 以前都叫五朱前 五朱前后来呢 在在在这个唐朝 武德年间啊 就是这个唐 高祖李渊的时候啊 就发行了开源通宝 啊 开源通宝 这开源通宝呢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是 唐玄宗的开源年间啊 他不是年号前 啊 这是中国历史上很重要 叫避制改革啊 啊 通宝呢 这是皇帝 皇权的象征 皇权呢 是天帝之子 皇帝自认为我是天子 天帝之子 啊 大自然 大自然中啊 这个世界上唯我独尊 他的符号是什么 那就是天帝的符号嘛 啊 就这就是他的 这就是井符 啊 这叫井符 那么以前还有刀臂啊 啊 什么怎么叫 叫不全呀 叫啥的 我这个研究过 喜欢收藏古钱的 啊 这个朋友呢 可能比我更清楚啊 就是为什么把它叫做通宝呢 通行天下吗 通行天帝吗 天帝之间到处通行吗 拿这个东西 就就他就是一个价值 背后就是皇权 就是政权 唐大唐朝 在我后 唐朝的后边是什么 是天子 天子就是天道 天帝的象征 这才才成形成了 啊 归到这个开源通宝 你拿这个 他通行大唐国 就那通腾 那啥都可以 拿来 拿来买东西 是吧 哎 就像我们今天 今天发发行这个人民币美元一样啊 他背后一定有一个 有一个很厉害的 那个做做他的 这个叫什么 叫叫叫叫叫 就就等于说 有些人要发黄金嘛 他有些人在货币背后要 要黄金 有多少黄金 我就发多少钱 是吧 当然现在已经都脱离了金北位制了啊 没有金本位 那以前叫金本位制 有金子 你就你就就就发这个钱 叫美金 现在已经不干这个了啊 就是就是信用 这个信用靠什么来保证的 是吧 你随便就发个信 像金八部有限的这个纸币 是吧 上千亿元一张 是吧 拿拿这个钱都不够买这么大纸的 人币呢 很快了啊 人人币也很快了啊 今天这个几乎大家说这东西 就是就是因为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这个关系啊 不是太复杂 希望大家能理解啊 就是井门啥意思呢 也就是说 唐朝发这个开元通宝啊 开通宝就开元啊 这个开元 我们说我们叫 叫大开元宗啊 大开元宗呢 又叫真言宗啊啊 开元宗就他全是叫开元宗 开元宗就是密宗 佛教里的密宗啊 他也叫真言宗啊 怎么这这个 为什么要开元宗 他叫起源 开元三大事啊 善无畏 就是西域来的三大事 金刚志 叫不空三藏 这三大事呢 那时候开元年间 前后来到了这个大唐 就是 以后就叫叫叫开元宗啊 发门寺呢 就开元就是开元宗的 开元宗的 后来呢 就大开元宗 他为什么咱们 咱们简单说 开元跟真言 跟这个密字 这三个其实是 叫三为一体的啊 它一个含义 开元的符号 就是经啊 就是这个语言 真言的 真呢 我们知道 这是影像的意思 影像的意思 影像就是这个符号 开元 天地之道嘛 轨道嘛 然后这个天和地啊 天元地方 它也是什么 也是经纬的意思 那就是天一嘛 就天一 我们也讲过 习近平 为什么要 要通商宽一啊 这个有的人不认可 我的说法 没事啊 这个我尊重你的理解力啊 这个没问题 你想怎么解释都可以 就是什么 经线和尾线都是圆的 都是圆的 大家都明白吗 这个不用我特意讲啊 但是呢 相交成方 经线尾线相交成为方 就这个意思 这就是井 这是它的本意啊 这是它的本意 为什么要这样搞 为什么要这么搞 它是三为一体的 这是秘密 这就是井门 这就是井门 去述了天地之道 经纬 经纬就是天地之道 形成的我们的时间 地理位置 人啊 你再离不开这个天地之间嘛 天地之间四方加六合 是吧 这是整个文明故事的一个大戏台 都在 所有的故事都在这上面上演 这个故事之剧本 你还叫真言啊 开天辟地的真元 真言啊 开元啊 始就是终 终就是始 它是秘密 这就是意思 大开元 就是因为刘炳忠 刘炳忠 在形态开元寺 就是奏请 这个元氏族忽必烈 设立的大开元 叫一宗 大开元一宗 大开元一宗 设立的僧官制啊 他又是朝鲜的官员 他又 他又是这个僧人 特意的特制的 表现那个 元氏族呢 跟那个宰相呢 跟那个 还有几个王呢 担任着大开元寺的 叫 叫大施主 就保护人啊 就是意思 就像波斯尼王 供养保护佛祖似的 这个大开元 位置相当厉害 相当高啊 就是后 我们刚才讲的 这些作品啊 怎么大概的都是 都是这个 这个门里出来的啊 当时按当时的记载 就当时的记载 这个是有历史记载的 天下大四 僧官 主持 一大半 都是他的 都是这个大开元一宗的 所以叫什么 当时的创始人 叫什么 叫 为人天眼目 为人天眼目 啥意思啊 为人天眼目 这大开元宗的功能 监视这个世界 为人 和天 天呢 咱们就是代表 那个最高自然法则 代表神 代表更高力量的存在 人呢 就是这个世界的人 为他们的眼目 眼目 就是这个 就明白了吗 我说这个组织 存不存在呢 就大概就这个意思了啊 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去理解 它中间的关系啊 这个要 不是太复杂的 关系要知道啊 图形 这个颈的本意 就是天地 这个图形 这个图形呢 它有顺序 就是星体啊 星体有顺序 就司马迁同士讲的 这个 金啊 这个不动的恒星 和行星 是尾 它都有它的周期 都有它的次序 或快或慢 都可以计算 都可以计算 这个就是它 就是它 行和术之间统一 产生了井 合起来它叫做井 它叫做门 这个门是活的 它叫天门 这个天门的符号 就是上帝给我们 约定的一个符号 将来人人获得救赎的时候 这个世界实现了云中大同 实现了民主 不再有欺压 这个像圣经讲的 就是上帝给擦去 给每个人擦去眼泪 是吧 弥勒 佛教讲叫弥勒 弥勒来以后 揭开龙华会 揭开这些秘密以后 然后这个世界呢 都美满啊 想想啊 那叫西方极乐世界啊 无四十几锦之忧啊 无什么 无压迫呀 无迫害呀 没有什么好哭啊 你都不用哭了 这个时候 啥都 万教都没有了 这些教什么都没有了 我当然不需要了 因为它这个就怎么讲 我要讲的是科学的基础 宋景也好 魏征也好 特别见刘炳中啊 刘炳中 这个在他出家的地方 建了个地方 建了一个刘炳中啊 建了一个 一个书院呢 叫紫山书院 提笔忘字啊 真是 原谅啊 紫山书院 紫山书院是吧 是教科学的啊 在这个刘炳中统治是教科学 甭看是僧人还是道士啊 是教科学技术的 数学 工程学 天文学 文学吧 这肯定是有了啊 刘炳中是有名的文学大家 就是科学技术 然后呢 他教育上郭守静吧 这起码郭守静啊 其他名字 今天就好像不提了啊 郭守静 郭守静就是 这个 就是谁啊 就是那个 习近平我们讲过嘛 去那个郁和安啊 就是2014年2月25号 视察郁和安 视察这北京 北京那个 规划博物馆啊 视察北京自来水厂 视察雨 就是胡同 就是这个 这些东西啊 他那个水啊 龙脉啊 就是郭守静干的啊 从这个十三陵啊 引下来 引水啊 到这个习近平去的这个地方 叫郁和安 啊 然后这个水呢 过故宫啊 就紫禁城啊 向南到通汇河 大运河吧 大运河吧 然后这是东西的山 山脉十三陵 然后呢 经过郭守静同志的设计 引水过来 建故宫 然后呢 到通汇河 这边大运河 大运河是南北的水龙 这叫山龙 然后东西南北 经纬香蕉 谁干的 刘炳中干的 刘炳中就是僧人家道士 开元宗的设立者啊 开元宗就用他 大开元宗就用他设立着的 就用他设立的 再回头大家讲一下 李连杰呀 设到个一基金 一基金 李连杰知道吗 这个肯定我不多说 你也知道啊 一基金的这个秘书长啊 叫杨鹏 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那多年前了啊 李连杰坚持要搞一基金 当时在红日总会 要挂中红日总会 下面设立叫中华一基金会 结果没搞成啊 因为大家就好像据说是啊 因为跟达赖喇嘛关系比较密切 然后就没搞成 后来去了深圳 也叫深圳一 深圳一基金 基金会啊 基金会 他的这个秘书长啊 杨鹏啊 这个这这这哥们很厉害啊 研究易经呢 很厉害很厉害啊 这大家关注一下啊 他在微博上那个头像 当时说哎呀 要逛级会啊 说那个杨鹏是不是逛级会啊 李连杰是不是逛级会啊 我告诉大家 先别说逛级会啊 先别说逛级会啊 他其实就是这个的啊 就是这个门的 就是这个门的啊 这是明白人这是明白人啊 所以他跟达赖达赖秘宗吧 我们是一个一只汉船 一只藏船 但都其实都一样啊 这都这都一个根啊 就是国人会跟这个 作为使节 跟这个达赖喇嘛 进行密切的交往 也是因为啊 戏出同门 这个大家不要 不要有精益啊 不要有精益 说到这呢 就我们就这个节目 今天准备收了 因为火鸡说了啊 火鸡在旁边说了 你又搂不住嘴了 又又扯这么远 不停的做手势 我们要停了啊 停了 简单的回顾啊 就是说 今天大家也算是 说的乱啊 但是意思说到了啊 就是这个 平等 最根本的平等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 彻底的平等 就地位的平等啊 不是说你 你吃多少 我吃多少啊 你穿多少 你穿的多 我穿的少 是吧 不是这种平等 指的是人最根本的这个 属性上的平等 就最基本的属性上的平等 人的平等 跟动物界的平等 跟植物界 整个生物界的平等 跟自然界的这个 在这种情况下 才能跟自然界和谐相处 这是一种最高的法则 这种最高的法则 是我们人类 这个世界创始的基础 就最原始的状态 所谓的开天辟地 为什么叫大开元宗 叫开元 是吧 共产会要用这个标志 就是意思就是 他是出始的时候 就这个样子 我们后来迷失了 没有认清楚自己 要不把自己当做王 要不把自己当做奴 这两个呢 都是违背上帝造人的意旨 已经造成上次 第一次的世界被毁灭 就是大洪水 因为上帝为什么毁灭世界 就是因为地上充满了强横 所以上帝毁灭了我们 然后就定了这个彩虹之约 彩虹之约就大概明白了 就是井 就是井的意思 这个井呢 就是再次如果你实现平等 上帝就说了 我已经毁灭 已经毁灭过你们一次了 应该长教训了 再次呢 我给你立个符号 这个符号呢 其实就是井 井 重现世间的时候 彩虹 眼睛 重现世间的时候 在云中出现的时候 云就云计算 技术条件具备了 别再以各种借口 像共产党说的 中国人没有民主素质 没有民主修养 不适合搞民主 他妈的 以前他妈的 你建政权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 是吧 现在他妈有脸 舔着脸皮 还说他们中国人没素质 是吧 以前他最早的时候 拿几个黄豆 选举搞选举 护佑拿这个选举 护佑美国人的时候 是吧 护佑美国人放弃 蒋介石的时候 你们怎么就不是 中国人没有素质呢 也就是这个东西 这是这种 最原始的东西 就所谓的大道之简 你误法也好 误大也好 我告诉你们 不管世界上谁告诉你 你跟着他 跟着师父修 你能修成这样 得什么福报 得什么长生不老 得什么东西 那都是骗子 是吧 最恶劣的骗子 问问他自己 是吧 这个师父 那个师父 有几个不是骗子呢 他会说 他谁不告诉你 他会说不告诉你 我们这个最高的道 就是实现人生平等的时候 你就得 想得长生 就得长生 想换上新的身体 就换上新的身体 但是他有潜潜条件 就是要回到时间平 就是始就是终的意思 就是说你回到 回到你原始的述发点 每个人的本相 都是王 都是主 灯 一盏灯 重新明亮 你的眼睛 我们说眼睛 像个灯呀 是吧 你是明 明就是眼睛 跟这个灯 加在一起 就成为井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回到了最原始的平等 没有任何借口 没有任何大折扣 成为这种平等的时候 每个人都 都不在 就像我说的 我这一辈子 不高看任何一个人 也不低看任何一个人 是吧 我不管你本事大小 在我这 没有区别 是吧 没有区别 别给我扯 你在这个本身的 那个本人叫 这个造就大 你受的苦多 或者拿什么都当的功劳 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玩蛋去 大道 大道 就是这个东西 在这层意义上 神也是存在的 天使也是存在的 那所有的神秘力量 至高的法的外星人 都是存在的 干什么呀 就是监督这个世界 回到你的 本来的原始的 这个状态 这就是余约的本意 大道就是余约 为什么余约贵 给方舟是一个词 方舟就是最后的拯救 你获得你在大难中 幸存下来 他就是约 就是契约 契约 契约就是人人平等 最根本平等 这就是景 在这层意义上 我们想告诉大家 这个东西 还在 再重复一遍 没有任何意思 给任何人做背书 解释他什么 所谓的理论 依据啊 什么成王成圣呢 开玩笑呢 叫开玩笑 这个世界上 最滑稽的玩笑 老子没那个 不欠谁的 不欠任何一个人的 给他搞这些东西 太开玩笑了 这玩笑开的 有点大了 给他过会儿了 在这层意义上 大家理解这东西以后 就知道 神是存在的 这个世界的监视者 我说我们万教皈依 说吧 我们是监视者 赵一切 为什么 景教叫做什么 景教叫做安乐道 也叫做无言之教 景教叫什么 为什么叫我解释 我们为什么叫安乐道 赵一切 叫安乐道 大家得长生 得安乐 赵一切 就是景教 就是景门 习近平 如果按这个剧本走 那就是圣人 别说看一切 大家也甭 这个看不起人家 那个看不起人家 因为你不知 最后剧本没揭开 你不知道 共产党现在 就习近平搞的一些东西 有两方面的问题 一个老共 现在那个世界上 说本来讲 那撒旦跟他 希特勒跟他 跟他跟共产党 今天的恶毒比 那真是小屋 见到屋 判若云尼 这老共 他妈的 这是世界上最罪恶的 一切东西的祖师 谁都玩不过他的 在这个体系内 谁要想搞的好事 绝对会死路一条 你爬不到那个位置去 要经过很多方式 就是郭文贵所说的 我们要给他机会 给他什么 但是那是一个方面 一个方面 但是现在你权力到手了 要动手了 要需要你兑现 比方老习同志 要兑现你的诺言的时候 要实现你的使命的时候 那你该干 你就干 你要不干 要走到另一个路程去了 是吧 讲这亮起包的东西 不管是这个蛊惑 你还是你 出于自身的欲望 是吧 想成王成帝了 是吧 那你真是 你也玩蛋去 你啥都不是 妈妈不是 到此为止 不说了